是不是要戴个响铁 算你没有响铁不戴 咳咳 晚上好 有那么好吗 不好意思 晚上坏 晚上坏 一点都不好 一点不好 再放歌 没差 对吧 晚上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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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晚上坏 米劳雅晚上坏 晚上坏 不许打晚上好了 不许打了 腻了换一个晚上坏 我也很喜欢这件衣服了 这不是你吗 你自拍 我哪有这么可爱 鸡毛 小鸡毛 你的自拍 我的支拍 小鸡毛 你坏 老头山烧掉了 这就是老头山 真找不到了 对 因为太脏了 可能被阿姨扔掉我了 老头山从来不行 这就是老头山 不要再乱说了 今天怎么没OK 好黑的老头山 还没出老头山 好黑的老头山 还没出 听起来 就当然了 真的 好黑在后面 最重要的是什么 之前老头山非常的cheap 非常的ch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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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球加起来滑不到一百 我卖老头山十几块钱一件 但这个老头山就是有点笨 是吧 其实很少穿 当然很少穿 真的 每次都不穿衣服 我们什么衣服都很少穿 其实 确实 我们只要不出门 基本上不会穿衣服了 确实 真的是这个样子 拿外卖的时候穿一下 确实 所以说拿外卖也不穿 拿外卖也不穿 是什么呢 他会放到我们的门口那个角落里 我一开门开一个份 我一伸手 我拿进来 也没什么区别 你看这样子一搞 就变成老头山了 这样 这样 有点那个 有点那个 不是这是他 不是我 这是他 这是他 就小一块是你 大一块是我 都是他 这个小狗 这不就是了 这也就像个吊带了 嗯 想盖的同款 你想盖的同款 自己搜吧 集结图去 使图什么的 我们不卖啊 我们可以就是考虑 在家庭的时候做一款这种吧 做类型 如果大家真的喜欢的话 把这个换成我们的鸭子 这要是不算老头山 我们现在就换成长袖去 对 只要不算老头山 现在换长袖了啊 找到这里讨家还家 不算 不算 谁说不算 你出去 你别看 不算 不算 这不算 好 等下换长袖了 走 穿个卫衣 走 走 乖你们臭毛病 走 啊 好吧 有人说涮 好吧 那就行吧 好吧 既然你们都说涮了 嗯 师叔 那就涮 那你说不涮的可以出去了 哈哈哈哈 没有啊 我怎么会用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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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that lunch I keep that juicy juicy Be that lunch I got a booty booty 他就是老子上长的 老子上长的只狗而已 是啊 今天玩的 昨天不是刚玩过吗 是啦 咱刚玩的今天不玩了 是啦 累了 现在是什么时间播 现在不是9点播吗 对呀 哦 你说大的时间是吧 以后还是正常啊 这两天就是加班 哦 我们俩是为了去度蜜月 调秀一下 是吧 都只逗用 好吧 好吧 爱换不换 你穿个头套上给我看看 哈哈 你现在发出来 算就算吧 哈哈 这样子就算了 发色是 发色是狗屎色 不是啊 这个是那个 就是我前来盘的发色 没看是吧 对呀 就焦糖中 焦糖中 喜欢可以去看一下 焦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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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阳气的这个颜色 越快越好看了 哎呀 怎么这么会说话 还掉两瓶色 感觉不好看了 其实它根本不掉色 不怎么掉色 它根本不掉色 因为它不是很浅 好奇怪哦 不是很浅 对因为我平时我染别的颜色啊 就洗头的时候 会流那种黄糖 糖那种别的颜色的糖 只有点都没糖 我洗完之后 那个泡沫都是纯白的 是 嗯 好奇怪 不知道它是给我上了什么东西 还是怎么的 反正吊色吊的很少 是吧 是啊 风唐中 我说的不是风唐中吗 风唐中 是的 是风唐中啊 我说是风唐中啊 吓死了 妈呀 这样买个小帽戴着 好适合你这小帽 干呀 美老师 干呀 这叫什么帽 我再给你看老头衫啊 这不就是吗 我只是把这个袖子往里面搞一点 我就被损了 跟我一样的 身材怎么这么好啊 我说的是什么 啊 焦糖中 背脸啊 我说是焦糖中啊 你穿什么 我说是焦糖中 七十岁五老头穿的都是老头衫 对 只要是老头子 只要是老头子穿的就是老头衫 是吧 知道吧 对 只要是老头子穿的就是老头衫 对 是啦 我自己买了一个贝雷帽 但是是黑色的 我没找到红色的 感谢 我一会再找着有没有黑红色的 贝雷帽吗 但是 其实是红色的红色 是不是到底有点奇怪 好难搭 好像就是带着要去参加什么 一种开业典礼之类的 感觉黑色的还是好看一点啊 是吧 但是我带不了 因为我头尾太大了 我买了大头尾的 而且我是脸圆 我脸它圆了 我买了大头尾大圆脸的 大什么大头尾大圆脸的 就是 我头也不小 我头也不小 我就是脸 就是圆圆的那种 我带 我跟你们说 我带不了什么东西 我带不了渔夫帽 我带不了渔夫帽 我渔夫帽戴着之后 对 我跟你说 不是因为头大 是因为脸太短 我跟你说 不是 就是你带任何的这种帽子啊 或者是什么 渔夫帽 或者是这种帽子 不好看的原因是什么 是你的头太扁了 跟你的头大小的 没有任何关系的 就是因为后脑勺太扁了 所以你在你戴上之后 没有头发了 对不对 它就是会呈现出 你原本头颅的状态 是一个大扁头 所以就是很丑 懂意思了吗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 你意思我头扁了 你头不扁吗 你自己说一说 我们俩到底谁头不扁 我还可以 好好好 我还可以吧 我还可以吧 不是 我是正面看着也不好看 因为我的脸 没什么脸 你带棒球吗 蛮好看的 我戴余夫帽的话 就是感觉就是 我不知道有一种上窄下宽的感觉 因为我脸是那种圆圆宽宽的那种 然后就是戴余夫帽把这里勒着 然后就是感觉下面的脸很大 又圆圆圆的 棒球帽还行 我带任何帽的也是 后脑是可扁 丑的要命 是吧 是吧 你觉得吴老师挺圆的 确实 我头 对 我上面看起来还是挺圆的 背后看其实也很圆 不能压 不能压 没什么脸的意思 就是不要脸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 戴了之后我就只剩这里了 这里 对 只剩这里了 挺帅的呀 真的不好看 挺帅的哦 所以我从来没有戴我余夫帽 我戴余夫帽还可以 你戴余夫帽很帅 因为他下巴尖 他下巴尖 我跟你说下巴尖的人适合戴余夫帽 就下巴是这个样子的人 适合戴余夫帽 但是我的下巴是这个样子的 嗯 知道吧 但我其实没有见过他戴余夫帽 因为丑啊 从来不耐是吧 我之前去逛街的时候看到余夫帽 我让他戴一下不戴 哦 戴了一下 戴了一下 然后让你摘掉了 我喜欢小短脸 可能是帽子有问题 是啊 是帽子的问题 我也觉得帽子不够大 咱们这个什么 咱们这衣服干嘛 为人服务的 都帽子一样 哦 你买那个 那为我们来服务 你买那个羊羊帽戴就很好看 那是因为 我跟你说那个羊羊帽 是因为他有耳朵 而且他那个帽子很蓬松 很蓬松 很有耳朵 对 如果是那种很贴的那种 余夫帽的话 就会有一点子 那个什么东西 确实可能是帽子的问题吧 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个很可爱 那羊羊帽去哪了 羊羊帽 不知道 吞了吧 羊帽不吹了 实际宅那个也好看 实际宅那个是真好看 确实 那个是真好看 确实 我们俩谁带都好看 确实 那个帽形 因为它很厚 嗯 它的帽子很厚 我跟你说什么 帽子厚它就会显明脸小 对 什么会好看 帽子很大的那种帽子 都会显 yes 显好看 yes 因为它会让你的 这个上半部分 看起来像是这个 被帽子撑大 显得你脸特别小 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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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喜欢搞那种高卢顶啊 对啊 就是卢顶 卢顶高的重点就小了 哎 按那 V V 外 眼网很可爱 是不是 是 确实 那个也很可爱 你哪个东西过到时间都找不到了 是了 是了 从来找不到东西 要用的时候永远都找不到 想穿的衣服永远都找不到 对啊 想穿的裤子也永远都找不到 想戴的帽子也永远都找不到 明明就在这个家里 这个家里不大呀 就是什么呢 你要用一某样东西的时候 你就永远找不到 你只要不用 它说不定拿进去就看到了 但你不用 你看到了 你就随手一放 等下自己又找不到 买太多了 西装还是装好了 装的那个袋子 还有一个西装 专门有一个袋子 西装那么大 很难找不到吧 它挂在那里吧 那之前那个在香港穿的 你找得到吗 找得到 找到找到吗 我的衬衫也都要挂 找到找到吗 羊羊帽也不见了吗 可能在那个搬家的行李箱 箱子里面 可能在某个地方吧 嗯 反正是从我从 我们从那边搬过来 就没有看到我 买东西要分类收纳 好女士不是说要帮我们收纳吗 对呀 对呀 你只要不找的时候 还不来呀 以后就会好了 以后 以后我们就去 有衣帽间 大衣帽间的人了 对 以后我们有衣帽间 什么衣帽间 好好好 以后我们有衣帽间的话 就会那个什么了 嗯 就可以 就可以 就是 就是 搞得搞得了了 面链还在吗 那个在啊 在哪儿 防御出户这还没下来 没有 这不是 这不是吗 这不是面链 那这是啥玩意儿 这不叫面链 面链是那种 是那种挂在耳朵上的 这不是吗 这不是 那我们有面链吗 有啊 之前带过 在长春的时候 拍那视频的时候 哦 那个是面链 一点不记得了 只有这个 这个是啥东西 我其实到现在都不知道 这反正也是带的吧 像个演技 也是这个自在的吧 可能有点抑郁风情的感觉 是啦 哎不对 我带上有点像 这个也是 需要的话 你带上 这算啊 这怎么不算 我觉得算算啊 啊 那个 嗯 王八老师 他最近打了那个 羊胎素了 哦 哦 打了羊胎素 那你就是拍戏 只打了羊胎素 会不会就是 感觉很好的 皮都展开了 有这种感觉吗 嗯 嗯 皮都展开了 哦 哈哈 我忘了 哈哈 哈哈 你带一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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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是可以说的吗 啊 当然了 当然可以了 当然可以了 什么 多久都哽了 连玩两天就烂 很帅啊 预风情的感觉 嗯 我侵蚀了 我最近觉得那个 我最近觉得那个叫什么的很很很很有那种感觉就是那个你不知道你们看不懂沙丘 沙丘 废土风 椰树啊 可以感觉哦 但是我刷的都是女孩子 穿的就是带一个带一个小帽 那种那种 但是男孩子我还没有刷到过 甜茶那个 可帅妈呀 今天我们雅明老师的画的传题啊 感谢雅明老师的画的传题啊 感谢雅明老师 有男的吗 我从来没有刷到过 我都刷的是女孩子 哎等会有个弹幕是让我啊 让我摸一下这个狗的图啊 是那种是那种 嗯不太透气的那种 反正没有我们OK他可以用的好 嗯 很廉价很刺 你看他都变色了 看到没 这就是廉价的印花 他这个呢就是你看 他稍微显色一点 我这个黑他就不怎么显色 看 这就是干嘛 便宜货 对 这个人很谨慎 你胸上有点这种 世面楚歌的意识 没意思 别拉财 真有人说 我看到了 你也看到了吧 有人过出谋画车 他说王本 你去摸摸公主身上狗狗的图案 我说啊 我是这样子 啊我们以后 可以把迷迷衣装 绝对不有版权 哦 是哦 是不是 是 那我们都不用找设计师了 确实啊 只把迷迷照片印上就行了 省了设计费 妈椰子 妈椰子 很好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建议啊 是啦 很好的一个建议 妈椰子 他都不收我们版权费 妈椰子 你当口罩戴吗 有点像那种食堂给人打饭的 你好孩子 吃什么 土豆刷肉 你为什么只有土豆啊 终于说这句了 都半天了 哎呀都一样的都一样的 好了给你去吃吧 来下一个 看这盘肉多不多 好 开始抖 来了宝贝 宝贝吃什么 月亮 我要再刷抖音了 少刷你抖音 行不行 我求求你们了 看抖音行不行啊 少是 哎 我打个金色头像广子 过期了 过期 不是五天吗 别抢了 去哪儿了 这老哥们 给我撤了 没了 三天 我们带了有三天吗 我们带了有三天吗 摸摸狗哥 昨天就没了 就一天呐 摸 啊 啊 啊 狗哥不是咪咪 咪咪根本不是小鸡毛 那我截个图 我等一下问一下他 海报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放出来 不知道啊 好了 不要太在乎什么 掉不掉粉的事情了 不要在乎什么 掉不掉粉的事情了 这不是我们 每个人可以控制的东西 只能接受命运的审判 掉就掉吧 是他们没有眼光 对啊 掉的又不是我的人 我等下晚上问一下他吧 而且那个 就是那个叫什么 你知道吗 那个头 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 海报 我给你 我给你看了吗 他说 他说那个 他说那个 呃 那个拼起来的 也不行 那怎么办呢 我给他一张 我批好的图 我不让他说什么好了 他这个海豹 我哎呀 他没放出来 我这样子给你们看吧 有点想暴击 有人能管管吗 到底有人管管吗 我想问一下 有人为我发声吗 我觉得挺难过的 他说 他说那个不行 他说那个不行 你知道吧 他说那个 他说那个不行 不可以 我是路飞 他说你还是得用 就是还是得一个人 我说行吧 我行吧 我批一张合给你 我说这个应该可以吧 他说 我这边是可以过了 就是看那边 那个活动部的 那个审核能不能过 希望他就是说 不那么仔细吧 我说OK啊 我说OK的 就用这张吧 可以可以 没有问题 认真的 因为他只能 他他不给 不给做两个人 对啊 他不让我们搞 那我肯定想办法不 是不是 还是有点小机制啊 当然了 暴中暴 机制的博主生活 机制的博主生活 老铁 每天就是跟那个叫什么 都知斗勇 我是陆辉 陆辉 每天跟那个 就是海贼王 抖音都知斗勇 还可以啊 我是海贼王 你是想要成为 海贼王的男人 对 实在不行 我就把他 披在我的衣服上 如果他还说 如果他还跟我说 不行的话 放迷迷照片 我就把他 披在我衣服上 对啊 就比如说这种啊 比如说这种衣服 我就把你披在这里 好好好 是不是 对不对 我衣服就长这个样子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衣服就长这个样子 吓死人了 通缉宝子 通缉宝子 是吧 男男子到我 老铁子 能难到我 那妈呀 也不是跟谁的对接 说了一人拼半张脸 他不让我用 因为拼半张脸 不让我用啊 我发的就是 一人拼半张脸的 第一次 两个人都不让用 完了 半张脸的 也不让用 搞坏了 甩 什么东西都要拿甩 这好吧 上面唯一一颗小钻石 就被你搞烂了 安上去 行放着吧 不去玩了 好吧 小地瓜照镜子 是什么东西 小地瓜照镜子 是什么东西 在教堂拍的 那是照镜子 那也不是照镜子 那也有两个人 什么照镜子 什么是照镜子 在教堂拍的 那个也是两个人 那还是不行的了 还是不行的了 保镖 保镖中 有没有粉丝 空空如也 好 一个人没有 比较谨慎 我这个比较谨慎 你演一下来 你看什么 这里一个人没有 有人暗杀你 毕竟你那么淘汰 一眼就往上 请问你的原型是 我没说保镖的作用 不只是蓝粉丝 没有可能是蓝 蓝系 蓝系别人 你可能看到这个人 他没多少粉丝 请那么多保镖干嘛 他可能是怕别人打他 怕别人打他 三二一 三二一点点赞 一起点点赞 不点不是 不点不是 压国人 压国人 压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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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点不是压新人 不点不是压新人 一起点 加油 谁是墓中无人了 当然了 哪 谁墓中有人 谁的墓中有人 我的墓中有你 拉扯 保镖跟那个讨人厌的明星在一起 拉扯住了 拉扯住了 干什么了 今天干什么 什么都没干 哎呀 我剧本已经写好了 突然构思出了一个剧本 一个在网上很讨人厌的明星 但其实一直跟着他的保镖 发现他其实并不那么讨厌 他其实是一个刀指嘴豆腐心的人 他其实就是过得非常苦 经常被人恶意的诬陷 诬蔑 但是从来不解释 也是保镖深深的出现这个保护欲 然后爱上了 爱上了 然后默默保护 然后这个明星就是觉得 臭了一个臭保镖 但慢慢的也爱上了这个臭保镖 对不对 然后又站一起了 不臭 这个剧本我很满意 又开始倒戏了 要去那个叫什么 开始写小说 你赶紧写小说吧 知道了 你赶紧写小说吧 以后那个就是家里的那个顶梁柱 就是你写的小说 我去别人小学人卖书 你写一个那个 现在给你身边的父母 一个大大的拥抱 感谢他们这么多年来的含辛茹苦 你写个小说 那个Gate 3部曲 直接就是说 大卖 大卖 大宝 大宝 然后就是诗话 然后被骂 说这不赖钱都掐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挺难的挺难的其实 这年代啊 干什么都不容易 笔名是什么 笔名是 王大华 人家的名字都很有那种 很那个什么的 比如说莫言呢 比如说 不知道了 笔名王启平 笔名勿扰 莫言吗 你叫勿扰 勿扰是 勿扰 无法无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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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写什么的 是写言情句的吗 不上 喜欢小说的 我知道我老听到 就是老刷抖音 刷的这个名字 哎不要说小屋饼店了 我刷这个饼子呢 不是拿了诺贝尔奖吗 对啊 诺贝尔文学奖 对啊 是吗 我只记得他有一本书叫 风如飞腿 那是一本书吗 是一本书 不然你以为是你吗 我也是一幅画啥的 没什么文化 他写书的会有一幅画 是吗 红高粱 红高粱是他写的 天奴 文学尬佬 他就需要写这种 是不是 写这种 红高粱啊 这种 在那个叫什么 在那玉米地里 你就记得这个是吧 我就记得这个 其实我没看过 其实没看过 我只是刷的那个 红高粱很好看的 我就是刷的那个叫什么 他们在那玉米地里 好好好 是吧 行了别说了 到时候人家就说 这样如果真没有文化 滚出去 哈哈哈 上不了桌吃饭了 哈哈哈 就是那个谁 包米地 包米地是吗 那谁眼子 九儿 九儿还有谁 于湛敖 于湛敖 是啦 还有什么 还有个叫什么来着 还有男人叫什么 预据环英的典型啊 周迅 啊不是 九儿 预据环英的典型啊 嗯 是不是 别这样子 别说了 别揣测了 别揣测了 我就这样子呗 哈哈哈 上大学的时候 老师要求看吧 是啊 啊 你上大学的时候 老师要求看的 对啊 嗯 好吧 我其实一考前 就大家都知道这个 我经常会被拿着演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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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学员有 美什么东西 美术专业 有啊 有啊 当然有啊 美术不算艺术吗 美术专业也算艺术了 对啊 摘玉米啊 不要说了 不要再说了 在玉米地干嘛 打地书 搞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都说什么 我刚刚想 想说一个什么东西的 对啊 你看玉举环一 他其实就喜欢我 我今天干什么了 哦 男人 男人 就是什么东西 两千五百个站了 哎呀 我太厉害了 男人 我们现在多少个站 八十万 咱们加油啊 还有半个小时 那么给他两百啊 男人就是干什么 不能让他轻易地得到一个东西 不然他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觉得自己很牛背 觉得自己就是说 觉得自己就是说 很那个 就是很了不起 对啊 月 月就是得不到的永远有失悟空 得不到的永远在烧动 得得到的永远有失悟空 听过这首歌没 听过这首歌吧 听过 得不到的永远在烧动 老姐就是这个样子 此话怎么讲 比如说 他想买一个实地带的玩具 他说老婆 老婆我想买这个实地带的玩具 嗯 你说不行 你一开始肯定要说不行 对 你说不行的 不可以 嗯 每天都买这种玩具 一天一天 隔一段时间就买 买这一百个在家里放着 你又不玩 可是明明不是啊 明明每次我说 我要个实地带玩具 你说买 买 可以 那是现在 我说的是 就是早期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嗯 要有一个就是训练的过程 嗯 要有一个训练的过程 嗯 要一步一步来 让他知道 让他知道得到这个实地带 他不容易 你知道吧 得到实地带不容易 然后他就是干什么 你就说 行 OK 如果你今天要买这个的话 你等一下 你先给我买一个小猪 你才能买这个实地带 嗯 然后你就得到一个 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 没有就是 没有很快得到的实地带 你自己也得到了一个小猪 得到了小猪之后 再给他买实地带 对 没他听懂 但是对 嗯 对 记下来吧 赶紧记笔记吧 陆小鸭们 赶紧记起来 我今天做梦了 但是我今天做梦了 嗯 有人问我们今天干嘛 我们今天做梦 做梦了 做白日梦 我今天做梦 梦了一个很离谱的 我每次都做那种很离谱的梦 我梦到我在 我梦到我在路上逆行 然后我就很慌 就是我 就像那种玩玩具一样你知道吗 就是玩那个游戏一样 我在逆行 然后我就很慌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是老公 怎么办 我开错地 开错 开错方向了 我在逆行 对我发现 做梦 我在做梦 我吓死了 知识点那一part已经过了 哦 对 知识点那一part已经过了 我吓死了 我就在这里 然后我就吓醒了 我吓醒了之后 我是怎么醒的呢 嗯 我是想上厕所 憋醒的 你还是尿车里了 我没尿车里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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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里都是反的 是吧 什么东西可以让我起床 我要上厕所了 对 别醒了 真读 因为我这是干什么 我就是晚上的时候 我喜欢睡前 我喝口水 但是被尿憋醒的 起床 它其实只是 起来一下 想睡还是睡得了 哦 也是 也是 然后我醒了之后 我就是还受到了伤害 它因为我们特别干 开了加湿器 开了加湿器 这个地面上就有水 对 特别滑 然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迷迷糊糊的 我的脚一滑 然后另一个脚就踩到了那个 踩到了那个 皮带扣 皮带扣上 妈也蹭去一个巨大的雪炮 没摔倒 但是踩到了 没摔 但是踩到了 我今天也差点摔到 是吗 我今天起床也差点摔在那里 我家人蹭去一个巨大的雪炮 我现在走路都是薄的 看也不太好吧 看一眼的是有点神经乱 落了 我老公看到了 怎么才能给你看到 我看到了呀 为什么还要给我看到 反正就是有这么大 看到了 对呀 但是它没破 没破 但是水泡 最难受了 是的 爱破不告的那种感觉 对完了呢 它又很疼 一直磨着 嗯这么大 嗯 这么大蹭在那个 蹭那个脚底板上 下水 然后我早上你知道吧 我早上本来 加湿器确实可以开大了 对 加湿器开大 但是 但是我不开大 就是我又 喉咙痛 就是空调 空调开的太大了 之后你晚上就会喉咙痛 你知道吧 给买个粘嘴的吧 就不会喉咙痛了 是吗 因为你睡觉就不会张嘴了 那鼻子痛呢 把鼻子也粘着 好 好远的睡了 永远不会感到痛了 再也不会痛了 再也不会痛了 我身体板上有皮带 因为我那个裤子脱到那个床旁边来 因为我每次就是 上天了 对啊 我们衣服烂人 衣服裤子烂人 然后一周整理一次吧 对啊 裤子脱到那个方面 裤子上面的皮带啊 裤子上面的皮带 然后 然后我本来是睡都 就是睡都 没有睡醒的 然后 滑了一下把我睡 搞醒了 就是疼醒了 没穿鞋 看到没 没办法 说不听 说了多少次了 没人听 没人听 但吴老师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他是一个什么 他在家可以不穿拖鞋 但是在浴室 在厕所 一定要穿拖鞋 可是他在家的时候不穿拖鞋 那他拖鞋是哪里来的呢 是我的拖鞋 所以以至于是什么呢 哎 我可能 他想说 哎 我下地吧 我下地 我去找点吃的 我说我去喝口水 我下地 我说 拖鞋这么不见了 我满屋子找 我找不到拖鞋 我就问 我是宝宝 你把我拖鞋穿走了吗 他是什么你的拖鞋呀 我从来没看到 对呀 对呀 当然是的 夜数 对呀 一个家里有一双拖鞋就可以了 两个人穿一双拖鞋怎么了 是吧 平时他都是踩在我的脚上往前进 对呀 平时我都不用自己走路的 来 把我送到那个房间里去 我说 哎 这 对呀 谁穿是谁的 真数的 哪有就是 哪有能够定的 确实 特鞋上写了你的名字吗 确实没写 是不是啊 特鞋上也没写他的名字 为什么不能穿啊 哈哈 哈哈 我的眉毛是不是多了一点 我的天呐 我还会长眉毛啊 没有啊 就是这个样啊 就是这个样 可能因为发色浅了 眉毛就会 比较 比较 那个 还有一个很奇葩 奇葩的就是 我跟你讲 我还有这个 在生活中很奇葩的事情 什么 我们俩在家都不喜欢穿衣服 这不大家都知道吗 有什么奇葩的 每次 来了外卖 没有人可以去拿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 不要 亲手去拿外卖 就是不要在有陌生人的情况下 开门 我建议大家还是 不管你穿没穿衣服 你都让他把饭刀放到门口 等他走了 你再去拿 因为我前两天刷到一个 我刷到一个 假装是快递 开门 开门就冲进去 开门就冲进去 拿刀 抢他的东西 抢下人 对 为啥 因为不安全 对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这个外卖 特别是那种 一个女孩子在家里的 对 是的 但是不管男孩 女孩吧 不管再怎么样 有个人拿刀 冲进来 你也没办法 你没刷到我妈 妈也那个男的在门口 他有监控 他都不怕 对 他有监控 他都就是 他假装 他假装 他在修东西 还是干嘛的 还是 我不知道是上门干嘛的 反正不是送外带的 送快递 送快递的 说来送快递的 然后那个女生 一打开门 就冲进去了 裤头里藏个刀 吓吓吓人 还是涮了 都吓人的你说 现在刷到这种是吧 拿文件 对对对 我刷到了 我刷到了 可吓人 反正就是大家还是注意一点 对防人之心不可无 还有一个来 说 有个人把钥匙 放在自己家 那个什么盆栽底下 还是哪儿底下 然后结果他回家的时候 有个男子躲在他的衣柜里 这个你们也没刷到过吗 这没刷到过吗 太吓人了 躲在他的衣柜里 然后抓到之后 那女生居然不 不追究他的责任 那女生没有报警 我的天哪 我真的崩溃了 他只是找了个保安上来了 对 他那个视频 那男子还带了绳子和胶带 老弟这都不报警 这都不报警 心情很大 尊重他人命运了 只能说是 他就是 而且他就是带了个包 里面有胶带 有绳子 你说口头教育了一下 天爷 对啊 做完工具都拿出来了 这都有证据了 你还 你 他报警 你怕他报复 那你不报警 你不怕他报复了 对啊 你报不报警 他不都会报复你吗 可吓人 怕他走了 他觉得你好欺负 但是应该是被 我觉得应该是被抓起来了 因为你放在互联网上 这个事情被放大了 肯定是会那个的 有很多人知道 就算他报警 很多人也会替他报警 是吧 很吓人 很吓人 然后我昨天就是 我昨天不是看 就是我昨天刷那个抖音 我先问我刚刚那个时期说 就是我们两个在家里 不是老婆穿衣服吗 是的 然后每次那个外卖 那个快递来 疯狂敲我们家的门 没有一个人 我跟你说 你没穿衣服的时候 找衣服永远找不到 是的 然后我不知道是 我们家的门隔音有那么好吗 这个门就其实很烂 他们就是敲门 就是大喊 但他喊出了 放门口 听不着 Smeer敲 一定要敲出个结果来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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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咚咚 我们在里面喊 放门口就可以了 放门口就可以了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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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eise 他要先敲门 要先敲他們 敲大概一两分钟的门 然后再打电话 你卧室说话门口也听不见是吧 你们家隔音挺好 我们是在门口说的 我背住了他也会敲门 我也说背住了也会敲门 背住了也会敲门的 可能是头盔太厚了是吧 写上纸贴门口 对哦 也会写上纸贴门口 外面放门口吧 可以 我其实想在 我其实想在我们以后家门口 装一个那种 可以说话的 那个店怎么做 专门放外卖快递的地方 那不就是个鞋柜吗 就放个鞋柜上面 那我外面放到鞋柜上面就行了 其实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没有那种 可以上锁的那种快递箱 就是他比如来 他就丢进去 然后你从下面开始 就跟那垃圾桶一样 我对他可以掏 没用 他可以从上面掏 你买一个不就是 对啊你买一个不行了 你买一个就是 就是像那种就像那种信箱一样的 对对对对 对吧 买个外卖地毯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外卖地毯 我把鞋柜上面写着外卖放这里 哦哦哦哦哦 快递放这里 哦哦 啊死了啊死了 那不就是那个某团的吗 就是 有的是吧 妈呀还真有啊 很适合我们 我说到狗狗会拿外卖的 别指望那个狗了 你咪 蠢的要死 他是什么 他现在是什么 他现在等于是一个情况 他知道了 不能干一件事 但他一定要干 他一定要干 我以为他 我以为他 你咪 他现在是什么 他 只要放他出来玩 他一定会在外边拉一跑把 嗯 每次拉完把我就会打他 我就教训他 教训他完之后 他知道不能在外边拉 但是他今天 他在我旁边拉 他就这样看着我 看着我在旁边拉 我看他一眼 他就跑 他知道不能在这里 他知道我会打他 他就跑 一边跑一边拉 完了拉完把把 之后就开始乱跑 在家里面就是乱跑 找地方藏 他知道我会打他 找地方藏 这什么狗啊 狗予想气数 他把我气数 M属性打爆 猛死他 他多少斤啊 我不到十斤吧 明明有十斤吗 没有 没有十斤 现在可能有个六七斤 五六斤 七八斤 五六斤吧 我还不到十斤 报复性好重 是啦 挑心你的 他挑心你的 对啊 而且你说他就想偷偷犯错 对不对 找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就行了吗 嗯 不行 一定要在我面前 我就坐在这里 他一定要在我的面前 这样 这样看着 这样看着你 拉爸爸 你跑 哎 你跑 这折瘦了 六七斤 一共七斤六斤都是反骨 反正不重 挺轻的 挺轻的 在和我玩呢 玩什么 被抓到就会打死 还不够凶 妈呀 我都是舍不得凶他 你就是因为舍不得 他才会得寸进尺 有的时候听他叫的特别凄惨 因为他要怎么了呢 很凄惨的有的时候叫上 但是你先叫完之后吧 他也没说哎呀哎呀 这种延续性 啊 哈哈 你再打下去 啊 是装子是吧 我也觉得是装子 也没用什么力气 也没用什么力气 就是鬼叫 现在老喜欢鬼叫了 老喜欢鬼叫了 以前安静的很 现在老喜欢鬼叫了 改装了 改装感觉自己好像受到了什么天大的伤害 有的时候他刚吃完饭 就不能把它放出来嘛 因为他一定会拉拔吧 嗯 你放出来就立马拉外边 所以在里边 嗯 吃完饭之后 我就在沙发上坐着 他在会儿 他就哀怨很哀怨 我走过去我看他 我说你叫什么 这样 不叫了 我说 我说最好不要都给我叫了啊 我就坐到沙发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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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不是你到底在干什么 完了我过去我就想抽他 不是你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准备就抽他 他就这样 低头 但是不认错 跟我学的 好好好 好好好 不是他真的就是你知道这狗吧 气筋 你真是又爱又恨 是 一方面他看着你的时候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我跟你说还是因为就是说严控 哎呀 他万一是个那个 他万一长得丑点 万一是个法刀 没有说法刀丑的意思 没有法刀丑 法刀也很可爱 法刀也很可爱 在我们俩的审美点上 对就是可爱的没有那么明显 如果是一只法刀 一巴掌就上去了 对可爱的没有那么明显 你想法刀这个样子看你 就是一巴掌是吧 别看了 对 但是他就是长得太可爱了 真的是这个样子吧 他法刀我也受不了 我受不了他流口水 而且他打呼 太臭 完了又臭 流口水又臭 他就是这样你不动 这样门口 可以躺空 这我不知道在干嘛 我卡了不要说了 万一有人咬了 法刀都这样 他其实有时候看 这狗鬼挺可爱的 我之前刷到一个 卖那种宠物摇摇椅的 宠物摇摇椅 对 他是一个小摇摇椅 我这就刷到我面 那个小法刀就是 他往上一躺 睡着了 他挺可爱的 他就是真的很可爱 他太可爱了 明明就是太可爱了 瞪着个大猿眼睛看着你 就是贱 真 真剑的小狗 真 狗生短暂能宠就宠吧 那我也是这么想到 狗生短暂的话 他能听话 能听话点吗 对啊 你说你听话点 好吃好喝 动着你是不是 就活到二十几年 闭着眼睛叫醒他 他有时候特别可爱 如果给他说完头之后 他这样看着你 就特别可爱 完了呢 就是这种 你们看过那个吗 那个叫什么 穿着靴子的猫吗 里面有一段 那个猫 他会发出那种表情 明明有时是那种表情 他这样看着你 完了特别可爱 我说那行吧 出来玩两下吧 出来玩五分钟 立马在地上拉一跑 拉完爸爸 开始跑 开始跑 他拉完之后 被人发现了 被人发现拉完爸爸了 跑跑跑 我追他 在那个客厅桌子 给我绕圈 是 在客厅桌子 给我绕圈 很聪明 还会绕圈 我也不让你抓到他 他会绕圈 我就狂追 我就拿个东西 把他录挡住 被挡到那里 就这样 明明觉得爸爸是礼物 想送给我 没了 没了 这好朋友吧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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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我还误会他了没 怎么感觉跟我也得像 我倒是拉把呀 我爱干净的很 是啦 没了是爱干净的很 真数的 哈哈哈哈 瞎数 我感净的很 真 我误会了他了 是吧 他就把他的珍贵的 还没有吃的新鲜吧 送给我 好好好 哎 但我之前听说过啊 他们说有的狗狗吃爸爸是因为什么 他每次刚辣完就给他捡走了 他以为你是好东西 啊 以为你想要 他就会有的时候就会抢 问题你不捡他会吃啊 对啊 哎 明明刚才吃爸爸 他现在不是怎么吃的 现在是喜欢玩 可能爸爸推得到这都是 玩也不行 往这边推点 往这边推点 看看明明不看 就发疯了 等会吧 点点赞吧老体们点点赞 就快一点了 咱们七十万点一下啊 咱们点了两百万 咱们看迷迷 咱们点了两百万 咱们看迷迷 我跟你们说 跟你们更新一下我姑姑的后续 我这个干什么 我姑姑不是跟我发消息吗 我东西回他了 我东西回她了 然后我说我就不是 我不是已经就是说我跳过了这个问题 跳过了这个照片的问题 跳过这个照片的问题 我说我国庆回不去我要出去玩耍 她说我国庆回不去我要出去玩耍 好吧 去哪里玩呀 那你快递一些照片给我吧 两个哈哈的表情 两个哈哈的表情 我说 我还不知道 我的朋友结婚了 他们去度蜜月 我跟着去玩 然后王宝 他是这个样子 他中秋的时候 他给那个 他给阿姨 还有姥姥 买了那个 月饼回去 买那个月饼回去 然后他说 他说给我姑姑 就是给我姑姑 也买了月饼回去 我说行 然后我把地址发给他了 然后他去 他就是给我姑姑 也买了月饼回去 我就跟我姑姑说 我说 我说 给你们搞了和月饼 王俊杰给你们搞了和月饼 你给个地址给我吧 还是那个地址吗 他说对对对 谢谢宝贝们咯 有没有照片 可以给我快递三 我说 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转移他的这个注意力 老铁 一定要这个照片 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 我说 我找一下吧 找一下 他说 搞几张就行了 一个哭的表情 一个惊讶的表情 哭的表情 惊讶的表情 就这个表情啊 惊讶的表情 这个表情 真的转移 转移不了 你知道吧 真转移不了 算了 直接给他 就是让他把超话的那个链接发给他吧 让自己进去找 累了 我整把超话的链接分给他了 分享给他了 我哪有哪有照片啊 我们的我们照片都是网络上的 我自己都没有照片 发点清水照 那还是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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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P的运营的照片给他 就撑一点点咯 把我们P的运营的照片给他 你都没有 什么没有的 你从超话里面直接下载 因为打 打出了不行了吗 是了 对啊 是了 点点赞 我又忘记我刚刚才说什么了 点这里 点不了 是小脸 你没有想过 想过什么白头到老是什么状态吗 什么样子 就是平常大的啊 就是会讨论了 这我感觉 就是大 就是本来 哎呀 每天很开心 每天臭开心 臭乐 臭乐半天 哎呀 大家白头写老是什么状态 什么状态 我感觉就是那种 我心目中的 嗯 就是环游世界 我心 可能没有到年纪那么大吧 可能五十岁四五十岁 我心目中我其实是一个老帅哥 坐拥这个亿万家产 完了呢 在一个岛上面 我们两个在岛上面就是晒太阳 住的那种全全制动化的一个大别野 玻璃全玻璃 完了呢 每天看看落日 哎 每天就是跑跑步 起床之后 起床之后有那个佣人 佣人 端上来 杨伟老爷 吃饭了 佣人也老了 佣人也老了 对 想得比较美 参加保健品活动 参加保健品活动 还是小心下雨吧 哎呀 你不知道 今天只要去参加送一个电饭锅 我不用买我也可以 我就去领个电饭锅 咱俩一块去放回去 去了之后 表姐 五W 你说真贵 什么 五百 支票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 老铁我们搬到那个什么下午一去 他就没有那个 他就没有那个叫什么海南 就没有雨了 不会下雨 我心目中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 知道就是出去玩玩呀 每天起来晒是太阳啊 他不是说现在很多人 很多那个老年人都去三亚养老吗 因为三亚很舒服 嗯 三亚 我们在去哪养老呢 他说三亚有很多这种养老的地方 我说为什么我们养老被人打死了 你俩老的东西 没孩子是吧 打死你们 对不对 很多坏心的有 我害怕 你为什么这个样子 太 你太 这个是不怕 我害怕呀 我姥姥躺在那 我啥呀 你都动不了了 我说我 我说你给我 你给我盆盆水呗 盆什么水啊 自己盆 完了我说哎呀盆着水吧 我说这有200块钱 小姑娘小姑娘拿着呢 那这有200块钱 啊行行行 200块钱太多了 倒了一块水 破我身上了 破我身上了 要水是吧 给你 哎我看了就电视比较多 但是这里边都是这样的 哎特别可怜 特别可怜 你想太多了 到时候我们成立一个米老鸭基金会 让这个米老鸭来照顾我们 反正那个黄女士他就是他们是想要孩子的 然后抢过来 抢过来不就行了 抢过来 到时候我们假借说哎呀我们我们住的这块旁边那个学区好 你把他挂到我们这儿来完了给他上个上个学校 是不是啊 咱们整个对口学校上一上 等到时候他想要回去就没了 对啊 已经带孩子出国了 对啊 小孩子在那躲起来 是的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都是好朋友 我觉得对 我觉得这种东西的话他们应该不会介意 对啊 就不会介意吧 嗯 这种应该不会介意 万一黄女士他以后为了三倍工资出去工作了呢 对啊 他孩子就落到我们这儿来了 对啊 对啊 赚三倍工资去了 是的了 万一他去那种 比如说呃就是嗯那个黑龙江嗯嗯 墨河去墨河工作了呢 哎我看到那种电视剧里边都是那样的 都是什么他们俩平时不是照顾孩子吗 嗯 我们就偶尔去给孩子送好吃好喝的嗯 去了之后哎呀两个两个转我们是应该叫什么 呃爹爹和爹爹两个干爹两个爹爹 呦小宝两个干爹给你带你最喜欢的大手伴 大爹二爹大手伴完了黄女士就说 哎给他买这个干什么 给他买这个干什么 他现在是上学的时候不能玩这些 我们俩在那里哎呀好了 还是吧 老爷爷和孩子嘛 开心长大就行了 你看你骂孩子干嘛哎呦怎么还哭了 开心长大就可以了 没事没事啊怎么平时玩玩就行了 干爹带你们出去吃大餐 出去吃大餐 完了长大以后呢孩子说 哎呦我要是跟两个干爹一起生活就好了 天天跟你们这里受骂 哈哈哈哈 一起住洋画院 可以可以我米老鸭养老院 我们鸭的力量 鸭之力 鸭之力臭白脸来了 是啦 到了到了 到了 辛苦各位 辛苦各位 辛苦了 这那个叫什么呃 米那个呃 卡迪米要过来了 大家小心一点 卡迪米要过来了 卡迪米 卡迪米感谢各位啊 辛苦各位点赞了 我这边跟大家把这杯干了 好吧 不干不是米老鸭 不干不是米老鸭 我看起来 唉呦 也好多 来 这边 过来 好 回来了吗 过来了 过来宝宝 过来 卡丽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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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卡丽蜜 看到自己影子 都吓一跳 哎哎哎 那是灯 别过来 哎不是 卡丽蜜 过来呀 咪咪 卡丽蜜 来 过来 快过来 卡丽蜜 没事 咪咪来 过来 咪咪 胆子小得要死 看到自己影子 吓一跳 是吗 咪咪 过来 我们在家里 浪漫小酌吗 总的不是在家里 浪漫小酌 因为我们两个 对那个 俊可这个东西 来 没有任何的 就是那种 就是叫什么 想法 躲起来了 不过来 对呀 我们就浪漫喝奶茶呀 我们浪漫喝奶茶 我们卡丽蜜 下关 卡丽蜜 卡丽蜜 哎呀 哎呀 还非要巴在上面 你巴在上面干啥呢 你非要巴在胸前干啥呢 你巴在胸前干啥呢 你巴在胸前 你能有咋的呢 哎呀妈 哎呀妈呀 这个小手 你干什么摸他脸呢 在这 卖乖了 哎呦妈呀 他打他 哎呦 哎呀 哎呦 哎呦 杀娇在这 哎呦妈呀 看着 哎呦老婆痛 看着老婆痛 看老婆痛 哎呦妈呀 嗯 你好像拖吧我 你是不是小拖吧 迷迷恶评 约听 是不是小拖发呀 小手在那巴巴的 我不会啊 这招好再给你看啊 来 来 爸爸 来 投降 你投降 看我干什么 你看每天蹬着黑眼珠子看着你 妈呀你 你能受得了 你能受得了 每天蹬着黑眼珠子看着你 你看 就这样看着你看 他有点忧郁 嗯 是不是 小米子 是不是 是啊 看得到吗 看不到 好吧 多齿一举了 真的很可爱老铁 但是他烦的时候又真的很烦 就是讨厌的时候又真的很讨厌 但是可爱的时候真的太可爱了 就是因为太可爱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就是说 对他做出什么 做出什么狠手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一代脾气太好了 所以这一代脾气太好了 不要养太可爱的小狗啊 是的 你养一个那种 不要养个太小小狗 你养个那种什么 啊 金毛啊 也要个哈士奇啊 想要怎么打怎么打 对啦 现在做的是真的很欠揍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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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太容易心软了 妈呀 你看 没有手大呢 小狗子 是不是 嗯 是不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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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嘴巴 妈妈小鼻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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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 骂不起來呀 骂不起来呀 骂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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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认人吗 嗯 我不知道她到底认不认 因为她到现在也见过的人也不多 是的 也就是那就是黄女士他们 对 然后也去过他们家一次 她反正不怕人 对她不怕人 对 她不怕人 但是认不认人 人很难讲 反正他不怕人 他虽然没有什么社会化训练 但是他一点不怕人 看到人就往上面扑扑扑 有奶就娘了 是啦 是啦 这个是他屁肩点去了 未来人他会叫 他叫出来 来任何人他都会叫 来任何人他都会叫 他只是叫一下 他也没有办法就是说 干干什么 他没有办法就是去咬人了 还是什么的 哎呀爸爸 嗯 在身上就可爱的要数了 对吧 老铁 受不了 好满宁 好满宁 放松 什么 我带米米下楼转着吗 下雨了外面 他不敢 下雨了 嗯 这两个都在下雨 里面有什么泥称啊 我没什么泥称啊 平常就是叫宝宝 叫老公 叫宝宝 叫宝贝 叫宝宝叫老婆 对啊 没有什么泥称啊 之下就是叫宝宝叫老婆 嗯 叫老公 下舌子很可爱 不然就老是不然就老会在家里面前叫错呢 嗯 其实在家里面前都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是吧 我想问你们如果就是如果你们就是单身的就不用说了 就是那种结过婚的就结过结过婚的姐姐们 就你就是如果岳父岳母或者是 岳父岳母是男方叫的女方应该怎么叫婆婆公公 婆婆公公如果在家里 你应该怎么叫呢 也是叫老公吗 叫名字吧 我听一般都是叫名字 叫小名吗 喊名字是吧 叫胃 叫名字 直接叫名字 叫小名 哦 叫小名 叫大名 单身的我问你这问题你能回答出来吗 这个我 能回答出来吗 傻猪 他叫你宝贝 没有人问你 谁问你了 没有人问你啊 没有人问他叫你什么 没有人问 我问你叫他什么 怎么傻猪都出来了 没有人问他叫你什么 哈哈哈哈 叫哥哥 我也叫哥哥 我约在家我们叫他哥 你叫我哥其实还好 你叫我哥其实还好 跟我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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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玩的时候也是叫他哥 你叫 搞得我发小 跟我一起叫他哥 你记得吗 那个 你叫 哥 很天真很一处 我好逗 老铁 你叫 老铁 你叫哥还好 我刚看到我一起 王杰杰老师跟他说 叫哥哥 我什么 谁问你 这种玩 你搞这些 奇怪 我就这种了 我这种比叫老公还奇怪呢 我的老天爷啊 我的老天爷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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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你说啊 叫妹妹 哈哈哈哈 哦 不好意思啊 没什么 你也叫我自己吧 这个是真没人问你啊 真没人问你 是 确实 确实 有人的时候喊全民 没有人的时候喊宝宝 哦 我感觉他大部分都这样 是吗 嗯 我家的亲戚也是 他叫你的小名 是我的一亿啊什么来的 也都是叫全民啊 啊 我们去大姨家吃饭 你记不记得啊 嗯大姨叫大姨会也是叫他全民啊 是是是是是了是了是了 是了 哎不会是叫他 那个 但是我看那个节目就是看节目 他们都会说 不会说老公会说先生 我们是在所有人面前都这么叫 没有 哎 哎 没有人问你什么时候叫的 哎 无语数了 哟 是不是 无语数了你说 哟 无语数了 哎呦老天爷啊 我看那个反正的节目上面都是说 啊什么我和我的先生之类的 啊 也不会说老公 也不会说其他的傻的 我有先生 迷迷无孤单眼睛 反正我我平常就是在家里叫他 就是叫哎 嗯嗯 我也没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叫叫全民好奇怪 是确实 因为我还好 他们一般都喊我喊麒麟什么什么的 嗯嗯 家姨他们就喊我喊麒麟 对 然后我姑姑就喊我小名 啊 我感觉喊了喊喊王俊杰就有点奇怪 确实 叫琪琪是吧 确实 我怕我叫琪琪 我姑姑说你自己叫自己干嘛呀 生气的时候会叫全民啊 生气的时候会叫全民吗 生气的时候也不会叫全民吗 生气的时候也不会叫全民吗 生气的时候你还会叫他名字吗 生气的时候就完全就是说 你是大肥猪啊这种 那也不是生气的是在调情 真的生气就是滚过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滚过来了 我叫琪琪 叫琪琪其实可以 叫弟弟有点奇怪 我说实话 是不是啊 嗯 叫弟弟有点奇怪 可是你的vlog里喊了呀 他是跟别人一起喊 因为他们都叫我这个 他没改过来吧可能 哦是吗 就是在婚礼给他们布置婚房的时候 哦 他们都喊我弟弟 对 都跟着黄女士一起喊 对 我们在婚房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喊了弟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人都没见过几次面呢 嗯 就有些人都一共就见过一两次面 黄女士叫弟弟之后 所有人都喊了弟弟 是的 感觉有一种就是 我也不叫他今天 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没人会叫王宝 对 现实生活中没有人 因为都不知道他就是 没有就是 不知道这个梗 就不知道他就是 叫保安还是啥的 就算是黄女士 他们也从来不会是叫王宝 对 这种 对 我有时候说他是王宝 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所以 因为不知道所以跟着叫 哦 我没有 你们有英文名字吗 没有英文 没有英文名字啊 没有英文名字啊 我小时候有 我上那个国际幼儿园的时候是有的 后来家里就是家道中落之后就是没有英文名字 我也英文名字 我小时候上过那种英语班 以前在那武汉武汉市里的那种学校上上上上还是有这个英文名字 我小时候上上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基德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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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德宝是什么 不然也没人听过 是那种教小孩英语的 基多宝 基德宝 基德宝 我去了我叫威廉 威廉 威廉 你叫威廉 威廉 威廉 我以前有唱过的 但我不记得了 因为太小了 年纪太小了 后来就是没有英文名字了 你学英文都从六年级还是从中来才学了 我当年是有 我当年是有叫我俊杰 对他的室友都叫他俊杰 是的 然后我那个我室友都叫我麒麟 然后我朋友就喊我吴麒麟 我有数字名 吴麒麟 我朋友就喊我吴麒麟 然后 差不多 你看黄女士 他有时候喊我就是吴麒麟 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人 天生跟别人有那种疏离感 就是我们寝室 其实 好像只有我 会不会是有叫这种名字 俊杰 因为他们一般都是称呼对方 叫什么齐的 鹏的 就是那种东北 东北话的那种感觉 其实也没有很多东北人 就是齐的鹏的这种 我不知道你们东北人 可能有人能理解吧 大概意思就是比如说 齐武器里面就叫他林子 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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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过来一下 广东叫做阿杰阿灵啊 好像是的 啊,是的 感觉香港哄哄也是这样叫的 是吧 像秘书 小杰小灵 吓死 那也不会这样子叫吧 像是秘书 以后老去写小说 可以啊 多一个就是这个 模式的方法吧 嗯 模式的方法 在外面也是叫宝宝 嗯 我有时候没有反应过来 大喊对 宝宝 我有时候去逛街的时候老铁我有时候去逛街的时候反应不过来 嗯 然后我就是 他在那边看别的衣服 我说宝宝 老大是了 我妈也中气十足 在那外面喊宝宝 但是我 但是我们不会是很那种很意外的人啊 就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会说 比如说啊 我跟那个 呃 雷迪黄 我跟雷迪黄聊天的时候啊 问他说吴奇林在干嘛 我说我的宝贝在睡觉不会说这种话 你不会说要说吗 我不会这样说 你不会这样说吗 我不会这样说 我不敢去天天都这样说 我从来不会这样说 我跟他聊天我从来不会这样说 是吧 他说我老婆在干嘛 我的宝贝在干嘛 跟着我很熟的朋友不会这样 我跟他说 我一般都是说 这个吴老师 或者是吴奇林 我说说 我会说你的权利 嗯 小猪会这么说吗 我会 而且 也不会 跟很熟的朋友 我们只有在他面前才会这个样子 只有在他面前才会显得让他很烦 对 我们私下就不会说正事都不会 对 说正事都不会 你见面就像宝宝群 是啦 见面之后就在这里开始例外了 因为他 被揍 对 无所谓呀 你别来坐车了 无所谓呀 他反正就是他也打不过我 这样 嗯 他打不过我 他紧对一拳打到我身上 我说好痛 人气票单 丢我一丢人 金票 丢我一点 我们现在人气是第五名 不当人吧 前面出一出门 你要来吗 来 学不来 敢不敢来 敢不敢来 来 来 站起来了 好 站起来了 好饱 好饱 spricht 好 别停我了 谢谢 好 别停我了 啊 好饱 谢谢 挺有礼貌呢 是了 你看解锁世界上'll 时长票 跟个小孩似的 大家只要 时长票倒 倒了就会解锁 别到时候我问 什么狗狗 咪咪 Ozzy歌手 他还想清一口 你吃什么呢这是 我都不给你清理你嘴巴好臭 小狗的嘴巴怎么那么臭啊 臭嘴小狗 纯臭嘴小狗了 臭死了 撸狗 你出去上班吧 到年纪了吧 我就是 我其实就是很有那种 教别人老师的习惯 也并不是说他有多厉害 或者怎么样 确实 就因为在社交中 这个称呼是最 就是 最不会得罪人的 对 对 你平时叫人哥 叫人姐 很可能有人听不惯 就是平时还这样 完了 有的人叫他 叫他大爷 叫他大妈 人家也不开心 对呀 叔叔阿姨什么 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叫 比如说人家可能年纪没多大 你也不能叫人叔叔 确实 你叫老师 确实 没办法 现在一般家的人 就是有时候 家的那种人什么什么老师 就是准备怎么怎么搞 都是这样说的 PR 显得比较有礼貌吧 是吧 特别是那种网上认识的 对 反正你就是你不熟 然后你不知道叫什么 你觉得他的性价 一个什么什么老师 对啊 比如说我们像装修中啊 遇到什么设计师啊 完了呢 什么这种花逆子呀 烂七八糟的这种卖东西的 就是比如设计设计老师 对不对 就是说这种称呼 我们出门有人说我们是两个gay 你们会心里会有想法 我说 我觉得还好吧 还好 我现在已经不是那种老铁 他可能是 就是比如说你不懂 你不知道自己性取向的那个初期 你会觉得 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 对吧 老生长很多问题 就是为什么 就是我周围的男孩子或者女孩子 就是都喜欢 就是男孩子喜欢女孩子 女孩子喜欢男孩子 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 对 因为他也没说没说错啊 所以本来是实话呀 嗯 看两个gay 本来也是gay 对啊 也是嘛 就一开始的话 可能还是会怕这个东西吧 对 就是一开始 你自己没有想通的时候 还是会怕这个东西 深怕别人知道你是个gay 然后就会就会怕别人 就是在被在书下里议论你 嗯 然后再就是就听别人说哎呀你看他什么什么年级的谁是谁呀 他好像就是喜欢男的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我前期有过不想直播了的想法吗 每天都是啊 哈哈哈哈 现在也是啊 每天都是啊 哈哈哈哈 但每天也还是在播呀 你说什么 就是那种想法 你们没有吗 就像你有的时候你去 嗯 你比如说 你很喜欢跳舞 嗯 对不对 你天天去跳舞 你每天跳完之后 哎好累啊 真的不想跳了 真的很累啊 但你第二天还出去 你上课也一样 上课 还烦死了 不想上学了 但你第二天你还要上学 啊 就是等于是你嘴上说 特别是每次直播完 比如说这一天特别累 就很烦 就会说 不想直播 不想直播 啊 不想直播 但第二天又不一样 第二天起来之后 天天都说累 直播也蛮好 天天都说累 月月都蛮 人呐 其实都是很纠结的人 啊 嗯 我说天天都说累 月月都蛮情 我说真的你说 我特别爱直播 我特别爱 没人信呢 没人信呢 说点实话 就是大家听一下 但你不要说真的不播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也休息过吗 嗯 休息过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确实一点都没播 其实有的时候 但是还是在 空落落的 还是在那个更视频啊 我知道 也没有说完全都停了 直播是直播 哦 那段时间就完全都没播 对吧 真的 那个阶段 确实 有的时候就还是空落落的 就觉得 总觉得今天有点事情没干 嗯 整个这段时间 有点 心 心慌 嗯 有点心 心慌的感觉 嗯 完了呢 就其实挺想直播 有时候 嗯 就就跟 哎 我感觉其实跟上学很像 上学的时候 你天天喊 你说不想上学 不想上学 你就反问嘛 等你真正有一天 你不需要上学的时候 你就想了 哦 你就好想上学啊 你是反问嘛 你想上班嘛 这跟上班其实不一样 哦 也是 只能跟上学挂钩 但他也是一个 有些人 他是真的不爱上班 他也是一个 每天固定的东西啊 对 嗯 这只有些人上班 他是真的没办法了 他只能去上班 对吧 他其实不想 但是你上学这个事情吧 我觉得大部分人 其实都 在你离开学校的那一刻 特别是大学 离开大学的那一刻 你其实会 有的时候会很怀念 大学生活 嗯 就是你也不用想太多事情 每天跟室友一起 跟同学一起 这种感觉 嗯 嗯 上班是真的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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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周六了 怎么 阿B呢 啊 啊 妈天天直播宝 把日子给我忘了 完全忘了 今天周五了已经 我手机里连一个30秒的视频都做不出来 啊 今天周五了已经 完全忘了 你们也不提醒这点 这天天播你必须不是提醒一下 哈哈 我已经数了 真的 真的忘了 妈呀 我手机里 我们两个手机加起来 可能只能凑一分钟的视频吧 可能会有吧 可能会比的短吧 这周 天天的直播 嗯 妈呀 真是你没有办法想太多事情 忘光了 但是没办法想太多事情了 天 但是我说实话 这个阿B 其实跟着我们也没什么那个 没什么动力 没什么动力 说实话 我们今年阿B都没接到我们广告 对一个广告 一个广告都没有 我是 我是因为就是跟大家说实话 没什么跟在好装的 现在不是好多那个 又有好几个那个阿B那个大博主停更了吗 嗯 因为我们就纯拍出来 就是纯给粉丝看了 确实 就是 现在就是能坚持 就是因为就是 就是给大家想看 对就是纯拍出来给大家看 对就是简影师纯是为了给大家简直看 真的 没想就说简直来能有多少人看 能有多少新的人来关注我们 是完全没有 是 因为他 很那个了 嗯 50问 你现在问 你现在问呗 现在问呗 你现在问10分钟我们答案了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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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 你说 说个实话 你没你你想 你想就跟那个叫什么 叫那个什么东西来着 嗯 嗯 好像就是你 你 就是那个那个刷抖音双的那个一个男子 他搬转搬了一个月 老板只给他100块钱 哈哈哈 然后他就抱走了 那你是拽人 哈哈哈 哎呀 没 这主要是其实就是给大家看 用一个平台来分享一些大家直播看不到的生活 是啦 所以有的人有的时候很多人问哎呀怎么总跟Vlog呀 因为我觉得他 而且那个我说实话 跟Vlog的地方 对 因为阿B他本来就是个小视频平台 你要看短视频 你当时短视频你就在抖音看啊 对也不是说短视频的问题吧 就是各种什么挑战啊 什么这呀 这挑战那挑战 那我们不是也拍的 没发现这种类似的挑战都是在这个 斗词上面 反强会比较好 反强会比较好 因为流量会比较好 是啦 阿B现在没什么流量 嗯 Let me debut my life 我们现在也在尝试了什么视频都给大家拍一点啊 除了Vlog有时候也会更点小挑战啊 觉得有趣的东西 很多展曲抖了是吧 确实 确实 换了新发色 他适应吗 其实不适应 他老是会指着我说 怎么那么帅呀宝宝 怎么那么帅呀 我的天哪 妈呀他换了个新发色 也不是换了个人 但是我说实话有的时候 只知道文化不一样而已 我躺在那里玩手机 我还戴着个臭眼镜 我知道我自己其实很丑 这个时候 我老是每次进来之后这样 什么爱意的看着我 我说干嘛 我说干什么 我说倒是怎么 没有没有 我说干什么 他过来 宝宝 怎么那么帅呀 怎么那么帅呀 我太帅了 我亲一口 用慈祥的笑容看着他 对 吓死人了 对是他是挺帅的呀 是挺帅的 你觉得我老公就是最帅的 没办法 你说有这个老公滤镜吧 也只能我 只有我会有 只有我会有这个老公滤镜 那有就有吧 真的好没有那种幽默感呢 什么都要就是刨根问题 问出个什么东西来 人家就是随便说一个梗 一定要问出个什么东西来 什么梗我也不知道 就是到日子了 是那种 你没刷到那种搞一些视频 是吗 到什么日子 到我的生日了 马上到生日了 还有四个月吧 还有那个什么东西 叫什么五十问 我刚刚要说的 真没什么问题 我去发你 我有时候去发你们 就我之前有时候想拍五十问的时候 我去发那个微博上的问题 都是以前回答过的 还有一些就是太那个了 对 都是以前回答过的 都没有什么回答的必要 就太隐私了 我身份拍了多少期了 拍了四五期了吧 然后平时直播也一直在回答大家的问题 对你爱听的问题基本上都在里面了 今天四个月祝我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露小剧场 哎呀 其实我们直播是 其实我们直播是演小剧场挺那个的 但是 哎 我知道 可以了 好可以可以 那个可以 OK 对感觉没啥不知道的了 好 谢谢亚米老师发了场挺 感谢亚米老师的发了场挺 感谢亚米老师 先助理吧 你看我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 大家对我们已经没什么问题的时候 嗯 直到有一次有人问我们到底有多少存款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是真的没什么问的了 哈哈哈 开始关心我们的这个私人生活 开始关心起来这些就是 非常无关紧要的东西 真是没什么问题了 逼不出来了 你知道吧 我有时候就是在那个弹幕里面说 我是问吧 我是问吧 我想说你要不就开始 你就直接问嘛 对吧 你就直接问嘛 有的时候我们又很不是很想回答那种 就是假如性的问题 我说哎 假如 你们俩 没有遇到会怎么样 这种问题 因为你没什么可假如 我们俩说不出个123来 是 就有的时候 对因为你有时候想问的东西太那个什么了 就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哦 有人问我们银行卡密码 我的妈呀 对 哈哈哈 问了我们又不回答 什么问题我们不回答呢 就是那种很黄的呀 存款多少 啊 说这个满不满意 啊 开不开心 说呢一天几次 啊 一个月几次 很无助 这种问题看着 很无助 这纯没拼音放 说实话 纯没拼音放 看着很无助 因为有的时候 你知道太多了 你 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 感谢大包 感谢大包的小叔 对大包啊 我只关心我的存款 我真的 那我打听一下 你存款也多长 不是 我有时候看到这种弹幕我真的很无助 确实很无助 对 好多人说哎呀 你们出去直播很有意思啊 说什么 每天 说很甜蜜啊 什么这那的 出去直播 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可以跟他说 因为我们没有跟他说过 什么东西你们听到都是新鲜的 确实 对吧 大家听到都是新鲜的 就觉得很有趣 我们如果出去的时候 我就说 啊我们那个 每天都那个 也很满意 这个 我的尺寸大概是多少 啊 吴老师 你说 你说 哎呀 你说什么 神秘病吧 哎呀 哎呀 我真是我一下子觉得这两个人好病态好恶心啊 有的时候就是大家有一种那种距离感 确实 才会说 对彼此都抱有那种想 他让他让我这个兴奋来 我不行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嗯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特别特别喜欢一个人 就很了解他很多的东西 但是有一天 你得到了一份攻略 比如说你在暗恋一个人 你得到一份攻略 攻略里面写着什么 他的早餐 他最喜欢吃米粉 谁家的米粉 他睡觉的时候喜欢干嘛 喜欢什么姿势 喜不喜欢穿内裤 完了呢 他这个身高多少 三维多少 你得到了一份这个东西 你说 啊 这 我知道怎么说 比如说你很喜欢一个明星 啊 然后你后来去他工作室当他的员工去了 发现他 你发现他 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哦 发现他私下可能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比如说你以为他不smoke 结果你私下看到他smoke了 哎呀 大概是这种感觉 对对吧 大概是这种感觉 因为他平时就是那种哎呀 跟他的表现出来的一样 非常那个 这个私下 那是这种感觉 8分9来威士忌 我是觉得就是有些有些有些东西 你说我们不说吧 我们有时候也不说一说 对 就是但是我不能把我 我不是想 不是想把它就是每一场直播 我都用这个来 对 就是来当做一个信仰人呢 或者什么东西吧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有一点点就是不舒服 嗯 有一点点不舒服 因为我们其实更想让大家就是 大家 像朋友一样 对吧 嗯 真的好朋友一样 你也不会去真的去关心你的好朋友说 哎 哎 你们怎么哎 算不说太多 对对对对 我们就是跟好朋友一样 大家彼此很亲密 但是又有一定的距离感 偶尔说一说 偶尔说一说 比如说你的好姐妹 你跟你好姐妹平时聊天 哎 昨天啊我约会了也特别帅的 哪有个 偶尔说一次 他天天跟你说 我说知道吗 昨天我老公 我跟我老公那个了 我们之间 我们两个 每天每天都跟你说 每天见面之后 每天见面的时候都跟你说 哎 今天又来了啊 我跟你说我们昨天 我们今天玩的那个 啊 你今天说 你说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呢 你说一次就行了 我听一听算了 你怎么听 好吓人啊 怎么听一听跟我说啊 这个好奇怪啊 我们要是 我们俩天天跟你说 天天每天开播之后 哎 朋友们都到了吗 啊到了啊 跟大家讲 我们昨天晚上下播之后干了什么吧 我们昨天晚上下播之后啊 哎呀就那个 那种被侵犯的感觉 哈哈哈哈 没人问你啊 能不能说点正常一点东西啊 哎呀 是 是有点啊 是很可怕的 是有点啊 嗯 不想做一种 很尴尬 听得很尴尬 就是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是 确实 确实 偶尔一下就行了 偶尔一下 偶尔先跟大家分享呀 有的时候是真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确实确实 有的时候是真的想炫耀一下啊 但是也只是偶尔一下 下宝子 下宝子 很吓人的 还好啦 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对啊 对吧 现在也还好了 现在直播间人也不是很多 对啊 现在我们其实也还是不像以前一样一樣 咬的那么挺的 也不知道问题了也会跟大家说两句 是吧 哎 小宝舝 这么可爱啊 这个可爱啊 一样 我我我我我 呉 你有新补导吗 摩尔有啊 现在 adventure 没有啊,没有多 本来想等这个斗子 你说嘛,你每次说一半就不说了 他本来想等斗子一百万的时候就是想学个舞的 还是他主动跟我说的 他主动跟我说的 他说 他说老婆 我们这个 就是 等于就是到一百万了 我们学个舞吧,我说什么 我说你说什么东西 我说你好 我说你好 我说你说的话吗 我说好吧 我说好吧 他说的 妈呀 很有斗志 老铁 还好啦 我说实话 我是像我们一些就是看我们看很久的粉丝 他肯定就不会就是说 嗯,不会说有那么的急着去 得到或者想让我们变成什么样子 对 他反正就是我们两个稳稳定定的就好了 是的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就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你像我说实话 我之前你像别人直播间的那种 别人直播间的那种什么 就是那种大哥大姐 他可能就是说他在你直播间消费或者什么 他可能是有一些就是想法的 比如说我就有的人他你刷给他刷一个飞机 他就可以加加VX 但是我们本来就是粉丝群体就跟他不一样 他就是他的就是他那个爱情粉就是主要是我们两个就是正常就好了 只要我们两个就是感情是美美的美美度就可以了 就是得也没有说想想得到一些就是就得到一些情绪价值吧 我觉得主要是得到一些就是那种甜蜜感吧 一种情绪价值是不是 也没有说想具体的得到一些什么东西 是的 比如是什么线下加一个消息 这都是谁啊 这是别人 见没见过 是吧 什么 对的这个像这个对对对对 对但是我我是我也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我喜欢一个明星 我也会有点操心我会想着干什么就是他为什么还没火 我觉得他肯定就是能火的 那其实我们他为什么还没火 从刚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想着说自己能火到什么地步啊 或者是火到什么程度 不是这个新人他直播间只有三个人 对 而且他的名字看起来挺奇怪的 所以就算了 如果是就是那种人情榜上的脸我们 我最开始其实只是想说分享生活嘛 也没想着说哎呀 你能有一天做到多大多火 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有了大家这种粉丝基础嘛 让自己的生活也变好了 对吧 嗯 这些都很重要 嗯 嗯 所以我们两个一切 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我们俩比较过得好就行 嗯 嗯 确实 我们俩是以自己为主啊 比较注重自身的人吧 确实 确实确实 我们俩其实在认识大家之前啊 是在 开始直播之前 是非常自我的两个人 嗯 你们开心我就开心了 直关注自己 确实 火了之后 其实刚开始直播的时候 也并没有说 就哎 就怎么跟你拉牙感情深厚到什么地步 或者怎么样的 其实每天也只是说 让自己生活变好了 挺开心的 嗯 那其余的不会多想这些事情 嗯 只会想着说我们两个要干嘛 我们两个要干嘛 有的一起努力 现在不一样 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俩生活中也是有 有这种 有的时候会想到米捞鸭怎么样 又是抓到抖音 抓到一个抖音什么样 哎 这个他们应该挺爱看的吧 这个要不要拍 就是对不对 有时候就会有这种契机 嗯 就是 是啦 是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确实是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说的 说的很有道理 嗯 确实是这样子的 你说 就真的就比较平淡 你说 你说想摆烂吗 真的很想摆烂 对啊 就是你想 就是 谁不想摆烂呢 对啊 就是谁不想摆烂 生活 本来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 你永远积极向上的话 也很累 对 你需要就是给自己适当的这个 条件 适当的时间去摆烂 这跟大家说的啊 你需要给自己适当时间会摆烂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的 你要走一下停一下 走一下停一下 你才会就是说有更多的这种 动力或者更多的这个 力气去往后走 对 你 人不是需要永远都积极向上的 老铁门 而且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俩私下里啊 有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 比如不开心 就是我们两个有段时间气压都很低 但不是我们两个之间出现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们俩 这段阶段心情不好 但我们也从来 比如说没有吃糖什么的 但也从来不会在直播间展现出来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能给大家提供的 就是一个正向的情绪价值 所以我觉得我们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大家 能够 比如说有人习惯 习惯每天看看我们直播 或者不开心的时候来看一看 或者怎么样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 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说 我们会坚持直播的原因 是 不然我们如果说有的时候想请假 对不对 就像别的主播一样 别的主播 我看到别的主播了 对他发过微博 我进去不播了 听听不播啊 我可能我一会八年就开播 我七点半我发现 我说不播了 嗯 都很正常 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啊 就爱你爱上不看嘛 对啊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不行啊 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争取大家的意见 我们有什么事也会提前跟大家说 嗯 我们也就是除非说真的有特别紧急的事情 我们才会说本来9点要开播 结果我8点就跟他说不播了 是了 谢谢 你看 哈喽 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小猴哥哥 我爱有伙伙一组 你等着就前方吧 今天归你哥 何时只有一组啊 好好好 可以 今天归你们在打比赛吗 没有没打没打 来吧 我一选前五 哦 前五呀这么厉害 一般的 来吧公主过来 你过去吧 一般吧 来吧 嗯 好的 明白 我不搞 来老婆自己走呀 不敢 我觉得摆烂是一件 就是说你要适当的摆烂 你就不能永远的摆烂 这样 你还是得生活的 对吧 就是我们有时候 就是 说实话也有点摆烂 这把有加成啊 这把有加成都是手机 但是还好 但是还好 也没有说 谢谢各位的人气票啊 人气票都会丢一丢 你说我们不白了 肯定是不可能的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被一些人 就搞得很烦 嗯 就是有一些 有一个阶段 你们也知道 我们直播有几个阶段 会有那种很讨人厌的人 在我们的粉丝群体里面 嗯嗯 就是会不断的影响我们的心情 嗯 但我也没有说去 迁怒于各位 因为有的时候 在这种阶段 我会看到有人想 就有人说 啊你们两个直播了 我看到你好累 看着你好开心 是 其实这都是我 还是一直坚持我们走下去的动力 主要是我还是那个想法 就是说 你不能就是说 只看这种 就是只看这种 因为就是 你只看那种不喜欢的人 对 会对这种直播间 喜欢你的人 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是的 你不能迁怒于他们 要不不光晃的喜欢你的人 是的 你知道吧 嗯 有什么新的尝试吗 有什么新的尝试呢 不有时的想 你们有时候问这种 就是问这种问题 我们像我们两个 就是能有 那你勾勾加成啊 勾勾加成了 其实我还是有点想问的 我只是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啊 对 就是说你们所说的 这个新的尝试 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们这直播这段时间来没有 不是没有尝试过 我们什么都搞啊 我们又不是说每天只 只做这个聊天 我们也唱过歌 也玩过游戏 吃过饭 白天播过 室外播过 我们其实什么都给大家尝试 什么都播一些 什么都播一些 现在呢有什么挑战好玩 我们也建议做一下 嗯 这个啊 然后我们以后 这个房子啊什么的 我其实也很多时候在学一些这种 拍摄技巧啊什么的 嗯 想拍一点这种 等到是房子装好 拍一些 好看的视频啊什么的 其实都 平时我们都有在 嗯 去想 嗯 我其实是想想 就是想 征求一下 我想就是说 有什么新的尝试 因为就是 可能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去做了 真的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什么新鲜的 我自己是感觉 好像 这个互联网上 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可以去做 你说情侣向的东西吧 我们也 会做呀 对吧 还要尝试些什么 我是很想 只是在讨论了 只是在讨论了 尝试肯定是没有错的呀 等于大家一起去找一个新鲜感吧 嗯 对吧 嗯 就比如说 因为你在感情当中 其实也会有这种情况 你就会觉得 日子好平淡啊 跟其他博主联动拍视频 我们也不是没考虑联动 但是我们就是害怕会有 嗯 跟谁呢 对啊 就是 怎么说呢 如果是这个样子讲的话 我说实话啊 我说实话 有的人他只想在我们视频 只看到我们两个 是的 谢谢以从知老师 感谢抹茶冰淇淋老师 今天抹茶冰淇淋老师 谢谢LG老师 感谢后退退老师 加油 老天梦 感谢文文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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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跑车啊 感谢景子哥 感谢景子哥 感谢开心 感谢开心 感谢欺慕欺慕老师的 云上飞蹄 感谢欺慕欺慕老师 感谢文文 感谢文文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我们后退退老师跑车 感谢后退退老师跑车 感谢后退退老师 感谢小草莓 感谢糖果 活动老师 感谢糖果 活动老师 感谢小圣 感谢小圣 感谢三分冷酷 感谢三分冷酷 妈呀 感谢母亲 我好约死了 真是第一集前五了 这一星球前五感谢五期王金老师 感谢自由云 多多感谢赛元 感谢这一集不用择啊 感谢新环 音乐老师 感谢各位 感谢新环 音乐老师啊 就是 各位的人气票 就是就是 联动这个东西吧 感谢莫非烟老师 感谢新环 老师感谢莫非烟老师 感谢莫非烟老师 因为我们是情侣博主 你知道吧 是的 跟一个人联动吧 好像有点奇怪 人家也不一定会愿意跟我们一起拍 对 因为他一个人在我们的视频里面 会不会显得就是有点尴尬呢 对 其实我们是有很多 哎 他被抬了 什么意思啊 哎我都爱你了 就是感谢九九 感谢不可爱 感谢吃货小鸡 感谢吃的味道下铅 感谢薛薛 感谢一批老婆 感谢台风关子 先吃老婆 先吃一只茶 辛苦大家 辛苦老婆 辛苦大家了 他被他被抬了吗 何时秋哥哥怎么了 我不知道 他他卡掉了 哎 哎呀 幸好我们没有输 对我掉了两个 我掉了三个嘉年华 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啊 不卡了不卡了 小和 我马上就赢了 何时秋哥哥 没事没事 我掉了五个嘉年华 对对对我掉了几个滑子 我们掉了十五个嘉年华 嗯 我 小和哥哥听不到你说话 你把它卖闭一下再打开 他是不是很卡啊 是啊 他又走了 他又走了 要么就手机太烫了 哈哈哈 又怎么发到我们为主啊 哈哈哈 那那我们都发捷尼龟吧 什么模特儿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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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跳舞吧 你们两个 哈哈哈哈 说谎的人 那个鼻子这么长啊 说谎的人 那他卡怎么办 他卡到我一个人罚吧 要不算了 那不行 那一个人罚吧 没事 那不行 算了吧 他现在他是掉了吗 不能拉进来包 他现在他是掉了吗 为了公平提前 啊 又给我给我一人罚一个 一人罚你们两个 一人罚一个 哦哦哦 哦哦可以 哈哈 什么 你说这样 你们在开玩笑呢 哈哈哈哈 他拉 拉得进来吧现在 不是他主要是卡 太卡 我觉得他应该是手机太烫了 嗯对 手机太烫了 哈喽 我太卡了我这边 你是手机太烫了吗 谢谢谢谢 好了吗你 怎么玩浓呢 我手 我手机不烫 不烫我 不烫为什么会卡呀 姐女官 哎 哎呦哥哥你们能听到吗 可以可以可以听到 啊 可以听到 我也可以听到小和的声音啊 应该是你卡吧 GZ 直接再来一宝宝来 重来一宝宝 你能打吗 对啊他这么卡 他老公分家的 我在 安静你过来吧 好的 过来了 不卡了吧小和 而且他又没动了 哈哈 哈哈 卡还是卡 他不动了 老婆老婆我刚拉一把打的真的很激烈啊谁懂 我懂 我懂 小哥哥哥 真服了 那怎么说呀 哎哎 真卡 哎 妈呀 哎 那逼卖吧逼卖吧快逼卖吧 哦他说逼卖了 有的就逼卖了 ok ok 好逼卖了 不是我这怎么能这么卡呢 卧槽了 可是他等我又又掉了呢 都白打了 哈哈 看他等我又掉了呢 加上去了 我自己加 十万分 我自己加 哪哪哪哪哪 对我真的好怕他又掉了 哈哈哈哈 嗯 嗯 好了 十道婆 十道婆 我们打打人机票 打打人机票 我先谢一下他刚刚的绑啊 刚刚的绑掉了 感谢秀吉本老师啊 秀吉本老师啊 感谢武器王姐姐 感谢鸭蜜老师 感谢以琼志老师 感谢后退退老师 感谢麦大包 感谢抹茶冰淇淋 感谢小草莓 感谢小年糕 感谢老喵喵 感谢又这老师啊 哎 怎么了 没事我进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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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没事掉东西了啊 刚刚就是就是我也想就是我说实话 我们也想就是说比如说在我们视频里面就是 多一点就是比如说人啊或者什么的出现 但是你知道吧我们两个是那种 CP向的博主就是我们两个是情侣 知道 你就是装你就是加一个人吧 那个人尴尴尬 那个人尴尬 尴尬 你加两个人吗 加一对情侣吗 那也很尴尬 那也更就是更奇怪了对吧 就是真的会这个样子就是 有时候你想吧因为你想就是我们粉丝看我们就是就是因为是看就是他想看我们两个人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可以 哎呀 没想做的就好 因为我们有时候也是想和别人就是你像我们上次去去去去成都的时候本来就是想和皮老师拍拍视频的对的 但是确实是那个那个衣服没有到对我们是想和皮老师拍视频的我们就是想就是想跟他想试试的对 确实没有拍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一个情况是的想就说正好皮老师说了我们就正好配合一下嗯 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效果是的 大家都要尝试一下是的 是的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吧 因为我我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因为干什么就是他们有时候他会有一个圈 这个圈里就会有一个流量池 感谢三分冷货啊 感谢他们的 感谢你们的 感谢大家 感谢LG老师 感谢LG老师 谢谢LG老师的黄瑞窗T 感谢锦之锅 感谢锦之锅 感谢LG老师 感谢我们厅米老师的 周年华 感谢厅米老师 感谢老师想玩这 感谢这句不用加呀 就是干什么了 我说实话 就是我知道大家想就是 没来人机票啊 就是有很多博主他会联动 联络之后他们会有个流量池 对 他们粉丝就是共通的了 对 就是我关注我可能比如说 我们有四个人 我们这里面有四个人 四个男孩子 那我们天天一起拍视频 感谢明智正寨 感谢明子啊 感谢明子的跑车 感谢窝窝姐姐 就比如说我没有 感谢LG老师 感谢我唱比起来 感谢志友运多多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做 叫做什么来着 什么 流量池 不是流量池 叫做 叫做 就是 什么流量来着 那绑定 就是 会有一个 会 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 相当于就是 所有比如说 比如说我有 我有一百万粉丝 你有一百万粉丝 我们中间可能有五十万粉丝 都是 一样的 对 都是同样的人 都是同样的这个人 然后但是我们的 感谢我五七的老师的 格将消枉 感谢五七的老师 然后 但是是真的 这个样子是真的会涨粉 嗯 真的会涨粉 感谢嘉年老师 感谢我们 YAMI老师的 DUYAMI 感谢YAMI老师 感谢YAMI老师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拿下 简简单单 轻轻松松吧 感谢我们的YAMI老师 感谢真地圈 感谢我们炒梅老师 感谢五七王七姐老师 感谢我们性化言语语 感谢理智 感谢锦之光 感谢我吃冰淇淋 感谢LJ老师 感谢五五姐姐 感谢大家 美美拿下 不管是卡没卡 我们都能拿下第一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个米狼牙的自信 米狼牙的实力 这个是那个叫什么 好 杰利星球前五 哈哈哈 杰利星球的实力 辛苦给我 辛苦大家 辛苦大家 你们输了呀 哈哈 上一把 上一把加起来 诶 谁说不加的 不是不是 也是我们已经 是吗 哦 哈哈 哈哈 不好意思 怎么罚我们 哎呦哥哥 我们两个进度服输了 行 哎呦老师吧 怎么说怎么罚 成功之母 唱一首那个 叫什么那个 您唱火棍吗 火棍 火棍 啊 没听过 那那个 啊 不是迷藏呢 不是迷藏呢 不是迷藏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专业的rappers都唱的 学习一下 没有我也不是很会这个歌 这个歌我也不是很会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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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在 全是堆着地表冲击 空气才能查燃烧我身体 沸腾了大海 带进了森林 地形引力将灵魂抽离 眼光溜入而停八方 红色子弹不得你八强 说是些战争却不夸张 808 让这里塌方 耶 村子们盯着我谁给 早晚就在帮我点 耶 滚起来采来我的黑皮鞋 瞧着阿拉贼找感觉 找不到调的孩子找不到牌子 学不来到货 比起I'm a fight 拿两块给我上拿袋子 拿出了钥匙把金虎门开了 什么叫天花瓣 我比烟花闪 老子脾气包的根本没有办法干 跟我下火海 上刀山 老子我每个都公布有降落散 踩下离合我又是挂挡 飘语过弯再游子倒转 干不上我速度你怎么造反 有萌萌萌 Cats you bear me down Cats you know Oh fire Oh fire Oh fire Cats you bear me down Cats you know Oh fire Oh fire OK OK 干什么呗 我不诚会这个 专业 OB啊 没啥事我先走了 大家拜拜 想跑 哎我抓 别动 他们说罚你不准拿比赛 那我喊麦吧 我烦你跳个舞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不卡了 小哥 不行不行 我就太卡了 该卡的时候卡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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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妹再卡 再结蓝桃 哈哈哈 卡好了我要来了啊 を 打开 我 我 走 走 erstmal 我不期待的 我跟你的电话 我距离成的小片 所有你的画面 不变 后悔你 对你是你 是我的唯一 我经历 对你想起 这点爱的迹景 不是珍贵啊 怎么停了 有点好看 很有活力 他珍贵 赶紧专业了 赶紧专业了 对游炼了 游炼过了 忽炼了 忽炼了 哎呀 辛苦了公主啊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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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老师卡成这个样子 是啊 卡成这样 才不容易啊 行行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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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各位 我等一下 我有句话想对大家说 你走了一个 怎么办 这么垃圾的 我不说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天使归拜拜 你们好不爱 拜拜 拜拜 公主 这样子吗 你们下次要是打这种PK记得选择跟我一家庭吧 让我帮你去大队 你选择是U桑 做了错误的选择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们一起不是乱杀 就是了 杀子无条件都选择你们 行不行 行 行 走了 我唱不好 我找不到调 我干给他 我给他干唱行不行 我不想唱麦 我觉得这个麦唱不好听 rely 你这个麦唱rap不好听 好吧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我老婆刚刚跟我说 其实是我调找的不对 才唱的不好 不是 我说的是没有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感觉 对 她说没有找到属于我的调 所以没那么的精彩 属于你自己的那个舒适的区域 所以我的老婆现在要帮我找一个舒适的调 对不对 毫无怨言 对 我 少装了 你 我 我 我听一下 我 什么调 我唱原调行不行 当然是不行的 为什么 他唱的就是原调 我也可以 我 我 听一下 来自外太空 我 确实带着体表冲击 空袭在染色燃烧 我身体沸腾了大海 带进了森林 地心引力降临 魂抽离眼冠 六落二听八方 红色子弹不等你拔 说世界上战场绝不夸张 808让这里踏放 孙女们听见我戏烟 到晚丢掉过来放我点烟 跪下来擦点我的黑皮鞋 翘着二来腿找我感觉 找不到钓的孩子找不到派子 学不了的货 Bitch I'm my fire 拿两块给我上纳 待着我拿出了钥匙把金枯门开了 什么叫天花板 我比烟花闪 那是特别的 缓缓缓缓 给我下火海 上刀山 我在外面高的高空不用降落伞 才下离开我右手挂挡 飘移过弯在游子倒转 跟不上我速度你怎么造反 有没有人问问 Can burn me down Guzz I'm on on fire on fire Can burn me down Guzz I'm on on fire on fire 看着两块便是两万 怎么两万 少了生活做晚饭 拉出来的 给你拍个照片 加滤镜 发了你的社交网站 低头写 给我得了急决病 不带Q的link 老子照样 不灵 小时候发的表情这么硬 整个你的眼睛 不要 Virtual 不得了 不得了 不能把这句英语学会吗 我学会了 man what the fuck do you think 那我连起来我不会唱 哈哈哈哈 那这个调底是可以的 这个调很不错的 我开着连叉叉 这调很不错 这调很不错 够的人两块便是两万 怎么两万 少了生活做晚饭 拉出来的席 给你拍个照片 加滤镜 发了你的社交网站 低头写 给我得了急决病 不带Q不灵 不灵 什么样的运气这么硬 整个你的眼睛 你又不学英语 你看你又不学英语 哈哈哈哈 我只唱 我不会唱英语 我不会唱英国类似 唱得很好听 谢谢我鸦米老师 荣少兄弟 感谢鸦米老师的荣少兄弟 感谢鸦米老师的荣少兄弟 感谢小灵姐 唱得很好 感谢小灾发你 早的英语都是章话 我舍不得跟大人唱张话 谢谢大家 美美第七 这唱得真的很好啊 七七四十九 七八五十六 八十一 七仙过海 找一个谁呢 七个鸦米说太好听 七七 七七 大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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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各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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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老鸟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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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美美续上红牌 美美续上红牌 老鸟 辛苦了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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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发这歌啊 不许发 啊这是我的错 我一会儿要唱啊 你都唱吗 都唱是 七七四十九 七八五十六 七九六十三 七十七十 你哪去啊 我不害怕 哦 爱情好像流声 其实我们就是的 我们之前还蛮想跟别人一起拍的 是啊 咦 我刚刚没说完 那个词我想出来那个名词 那个名词我想出来的 叫做 矩阵 哈哈 天呐 怎么这么厉害呀 这个专业的词语叫做什么 叫做举阵 举阵 举阵 我想半天 懂吗 我想半天 真的很专业 很专业 就是干什么 听不懂 就是干什么 就是比如说我们四个人的流量都不错 那么 沙漠 你像我们 我怕沙漠来水了 什么意思 因为有一个公司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就是自己做举阵 所有的网红带一个话题拍视频 这个话题就一定会上挑战吧 是的 对吧 这种就是很多MCN公司会做的东西 对 我没有 就比如说我们都有100万粉丝 然后我们一起拍同一个视频 比如说那个雨伞变装 我就带这个话题 带这个话题 只要这个话题的播放量加起来到达了几百万 就一定会上挑战吧 上了挑战吧 就一定会有人拍 因为除了这个举阵外的博主 他只能在挑战马上找热点根 是的 我们乌老师很专业的 开玩笑 开玩笑 是这样子的 好高级 沙漠发洪水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真的就是说 沙漠老师很专业的 有人懂吗 哈哈 真的很懂 真的很懂 就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他们有时候也跟热点啊 但有的时候那热点 他们都有一个都跟不了 哈哈哈哈 很奇怪 有的时候我们搜了个挑战榜 可能有50个 50个对吧 挑战榜 50个没有一个我们能拍的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有的时候有能拍的肯定就拍了 他就是 就是吧 赶紧拍 那都是热点的一锅了 那是因为我正好想着这个西装合影这样子拍 也没有跟那个热点了 对啊 无论是很懂就懂 是的 阿妩说的很好 是的 然后我说的那个举止就是 比如说我们四个帅哥 我们四个帅哥 然后我这个 我们经常就是在互相的那个 视频里面出镜 然后呢 在视频里出镜之后 我们的粉丝就会干什么 你涨粉我就会涨粉 我涨粉你就会涨粉 所以我们涨的粉丝就是 我们的粉丝量都会起来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东西 等大家火了 就会开始 互相不 好了 没说了 大概意思了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我们两个本来都是一百万分 对 你一涨到三百万了 我还是一百万 就是凭什么 那凭什么呢 我们俩都是那个 都是在这个上面拍的 对 那凭什么你就涨得快一些呢 是不是我给你带流量了 对吧 有些人可能说我们想的太多 但我们俩就是这样谨慎的人 我们不是那种能轻易信任别人的人 所以我们的朋友很少 确实 就是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矩阵的机会 有对方就可以了 我们如果搞这个矩阵跟谁搞 跟黄也是 跟黄也是搞 可能不多吧 但是我身边有这样的例子 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例子 所以就是确实是有这种的 你知道就是会 对 是 就是怎么说呢 所以我们就是 怎么说也不是不想跟别人一起玩吧 但是我觉得 而且我有一个 我可能就是因为 我感觉我不太适合做 完全 怼在互联网上的人 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是很希望 我 仅我个人 仅我个人 我不是很希望 就是说我们 比如说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人 他可能是个网红 他还要一直 直播 一直拍视频 对 因为我觉得私下的生活就是私下的生活 对就一直就是说要搞互联网上的东西 就本来大家一起 我们 我们 我们一起玩一下 对我们一群人 有可能有人就是没有做互联网 你知道吧 有人可能没有在互联网上混 没有做互联网 但是其中有一个人 他就是干什么都要拍一下 对 然后在那里就是 也不好好玩 或者怎么样的 我个人是 我只是我个人啊 有的人他可能就喜欢 就是分享生活 这也就是我们 为什么能跟黄女士成为很好的朋友 对 因为他们很有分寸感 他们从来不会说 就是去干这种事情 或者去做这种事情 他们连这种想法都没有 而且我们有时候会拍的时候都会问他们的意见 对 有的时候我们拍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对 他们就是完全不会说 哎 你们红了 蹭一下 蹭一下 我给你们 我让你们给我们 给我们发个视频 什么这个 对 不会的 我们现在只要关系好的朋友都不会这样 都不会有这种 是的 因为朋友就是朋友 咱们就是 生活是生活 但是说实话 这样就是 就是可能就是 你没有 他们这个做局阵的流量 说实话 确实 这就是 可能这就是 缺点吧 谁对谁错 这只是我们选择的方式 和别人选择的方式 不一样 他们 就是 我们这样呢 也有好的 对 我们这样我们可以更自由 我们可以就是放心的去享受我们两个的生活 他们那样呢 人家就是有的流量 流量更多 能赚钱 他们能赚到更多的钱 对 这个是个人选择 我们不愿意去赚更多的钱 我们觉得我们保持现状 就已经很好 很棒了 也不能说不愿意赚更多的钱 其实谁都愿意赚更多的钱 但我们不是想赚快钱的人 就是我们想还是说慢慢来 在保持我们两个感情生活良好的状态 主要是我们感情生活也良好 对 然后跟他们分享 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们两个人互相都是很舒服的这种感觉 可能是主要是想这个吧 你说以前吧 我可能就是 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可能还想 就是跟别人一起拍拍视频啊 或者我 比如说我们一起拍拍视频 我们会不会就是说数据会变好啊 是不是 大概这种 但是在一起之后就是 我觉得我不知道吧 我不知道也 我不知道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 就是以感情为第一吧 只要有什么东西影响我们感情 我一般都直接会 就是直接把它就是砍掉了 也不能说有人抓马吧 就是人家有的人 他就是有这个命 有吃互联网这个饭的命 对 那就是人生活中什么样的事情都遇得到 他又愿意记录 人家愿意就是人家具体能活 也不能说 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会有眼的成分 但只要是能让大众接受的 我觉得就是好的 确实 确实 反正我们俩就是觉得 能两个人好好在一起幸福的生活 然后开开心心的 对吧 对 可能每个人追求不一样吧 你说我们两个摆烂吧 我说实话 我确实 我要摆烂我也可以摆烂 我直接不播了 我不更新不就完了 对啊 是不是 退出互联网吧 对啊 我找个打 找个班上 对啊 这就是找个这种清清松松的 摆摆摆 那才是真的摆烂 其实 对吧 因为我其实 我现在状态 其实我们现在状态是好的 对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生活状态是很好 很稳定的 是的 也没有说是 不说 我打我自己 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而且就是我知道大家会比较担心我们这个人数啊 我说实话 人一定是会越来越少的 总有那么一天 从开始直播的第一天其实就想到了 对 总有 我总有那么一天 我们直播间可能就是 也可能是一年之后 也可能是两年之后 也可能是一个月之后 我们直播间就一百个人了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你怎么办呢 也没有什么怎么办的 就是有时候人多就人多嘛 我们俩其实很看得开 人多有人多的好处 人少有人少的好处 真的很看得开 我说实话 人多 有流量 对吧 有流量 我们直播间人多 就是数据好看 人少 我们直播间比较亲近 大家都是什么都会聊 全是 都是我们真心喜欢的 全是 我们什么都可以说 什么都可以聊 大家一起聊聊天啊 也很开心 对吧 全是 人多就 比较亲近 难以避免什么 人多嘴杂 你什么都看得到 什么的人都有 他什么说什么话的都有 就会搞得我们两个是很迷茫 这个直播间 他比如说他有一万个人 他有一万个人 这三千个人他想的是另一件事 这三千个人想的是这一件事 另外三千个人又想的是别的事情 我不知道该干嘛了 有的时候 该听谁的呢 但人少吧 我们就是很多节奏 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来 是的 确实 满足不了所有人 只满足自己好了 不要焦虑 不要焦虑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 哎呀 没有必要了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们不会退网的 我们肯定不会退网 俺要蒙兰宝巴 对家 我km也想蒙 answered 什么 还是 我是觉得把 您看直播时 才是开心的 我还是不想你 我不想说 比如说 因为我们去焦虑 因为我们觉得 哎呀人少了好心疼他们啊 或者是怎么办呢 给他们出谋划车啊这种 你占有你自己的私人时间 你本来就好好享受这三个小时直播就够了 我本来我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我看你们就图个开心 我每天我除了看直播这三个小时在想你们 其他时间我可能干自己的事 享受自己的生活 结果现在我不想让大家搞的觉得 他们怎么 哎呀我每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大家看一下 哎怎么掉粉了 直播的时候看一下哎呀怎么这么少 就是让自己很内耗 其实对你也不好对我们也不好 对吧 我是想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还可以 就是说大部分我们大部分就算不看我们直播的人 他也是因为可能先生太忙了 再就是那个新鲜感过了嘛 感谢大林老师感谢大林老师就是新鲜感过了 先生太忙了他会就是自然而然的 比如说我本来是一天看一次直播 然后两天看一次直播 三天看一次直播 然后慢慢的我就 我就可能淡出去了 对吧 这种感觉 我不想是因为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 这都是很正常的 有些人他就是一种 愿意操心别人的人 他骨子里面就是热心肠 确实 也没有谁对谁错 对没有这种 因为大家的初衷都是什么 为了让我们更好 他可能这部分人他想的是 让你们更好的方式是 就是让你们变得很火 这部分呢他说 我认为你变好的方式就是稳定 他就是会有争执 但没有必要大家去争吵 因为我其实生活中 我认识 认识我们很多朋友啊 他就是那种热心肠的人 就他没有关系的是 他愿意操心 对这样会让他变得很开心 对 是闲人脸看着吧 他会很开心 他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他有些人他就不用操心别人的事 我关你那么多干嘛 所以这个没有谁对谁错 大家也不要争吵 因为大家都是想着去 对没有谁对谁错啊 没有谁对谁错 我还没说完呢 就是就是我想就是像我们 我我是不希望就比如说 有的人他会说哎呀 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在直播里面吵架 或者我们直播里面翻脸 他就说哎呀怎么老吵架啊 我本来每天上班就很烦 我回来看直播 我本来还图个开心 我还看他们两个吵架 不看了 这种人就是不看直播的人 还是少一些 更多的还是就是我刚刚说的 可能就是可能那个新鲜感有点过来 或者我生活就是比较忙碌啊 最近不怎么看了 对吧 生活很焦虑 是啊 因为你想我们就是有时候 我们不是就是有时候 会有会有那种很很久没有看的粉丝 他也会回来看看 对啊 他看看你们有什么大事啊 我们比如说 谁生日啊 或者过周年啊 大家都会回来看 对还是会看看你们好不好 对啊 好不好 是并没有说他不看直播 他就完全就跟你 就什么都不看 不关心你了 互联网人喜欢新鲜的东西 这是事实 对 没有办法改变的 你就说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我们发的视频 最少他可能都有三四万人 三四万个赞 这三四万个赞 就是三四万个人 就是这个阶段 他有三四万个人在关注你 每天都在关注你 但是他不一定每天都会看你的直播 所以有的是直播间的人数 其实并不能代表说怎么样 他可能今天比较忙 对 或者说我今天比较忙 或者我今天比较累 我早点睡觉了 这些都很正常 并不是说人少 就一定是没有人关注我们了 嗯 这个难免的 尊重就是了 就是主要这个 这个都很正常我觉得 都很正常 而且你想他这个很多网红也是 他一开始抖音的那第一批网红 卖两三千万粉丝 现在什么数据 两千个赞都没有 就是很正常 他就是你 你只要在互联网上 就是你沉寂一段时间 你就会明天要考试 你灌直播 你好好复习一下吧 你好复习一下 我吃一点钟了 你续飞到二零五年 好 二零五年的时候看看你在不在 两年之约 反正就是不要 你们也不要让自己太累了 就是比如说你看直播 你如果你觉得就是你比较累的话 你就是也可以就是挂着睡觉行也行 听你声音也行 因为我们是不会走的 我们不是说每天都是哎呀 我最后一场 我不会一直直播 嗯 嗯 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对啊 因为想想不看就不看了呗 对啊 对吧 只要不加班一直在 只要有一个人想看我们直播 就还是会直播 嗯 如果有一天真的一个人都没了 我打开直播间可以零个人 还有一个人是我的小号 那我肯定不播了 对呀 我自己播了干嘛 我自己八十年 是的了 对了 是的了 是的了确实 确实 确实是这个样子 是吧 但我觉得很正常 我说实话 而且我有时候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觉得很奇怪 老友 之前老友人在这个直播直播里问 你们有没有想过找一个班上啊 我真的就是有时候 我不是不只是在我们直播里面 看到这种问题啊 我有时候在别的 别的主播的直播间 也会看到这种问题 我想说 互联网上的主播来说 这一个就是他的职业 对 他就是他的职业 他发视频也是他的职业 就是可能因为自媒体 这个行业是刚刚刚起来的 大家就会没没概念 觉得你干这个东西 你算正经工作吗 是是工作吗 你送外卖 你送外卖 就算正经工作 是 不是的 所以只要能赚到钱 他就是工作 我就是说不是很理解 就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要问这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找一个稳定的班上啊 好像像我现在很不稳定一样的 确实不稳定 我只能保证我自己不会走 确实不算稳定 这个工作确实不稳定 其实有的主播他是能接受那种破天的富贵的 对不对 就是那种突然而来的那种流量 可能被写点上了 这个是真的 我们有时候很感叹 有的时候人的命是一回事 他能不能接受又是另一回事 对 有的时候就破天的富贵到你身上了 你没接上 你没接住 你比如说你这个阶段 一下子有很多和几万人关注你 你最终你成功的留下了一半 对吧 你就等于接住了 你成功接住了这个富贵 有些人什么 一下几万人来看 就还留下了两百 今天十万人 还走了十个 明天二百 走了十个 很正常的 互联网就是这个样子的吧 就等于是 给你这个福气你到底接不接得住 是的 哪里有稳定的工作 是啊你工作还会被辞掉的 哪来的这种特别稳定的工作 再一个就是我们 其实在给别人创造稳定的工作 主打陪伴 我们再给抖音的人创造 我已经这个工作 虽然创造的不多 对啊 是我离不开贵贵 公务员 马上去考公务员了 也很正常 我说实话 他就是 特别是这种年纪比较小 他可能想的会更多 不法一致不会走善 是啦 年纪比较小的可能会想的更多 因为他没有就是可能 上过社会 你知道吧 就是还是被保护的完好的 可能他 所以他会想的很多 他就是 再加上他就是他平常 除了上课啊 他可能就是 在担心这个事情了 所以根本就是 其实也没有人 没有人是绝对的对和绝对的错 都是为了我们好 去提那个 提一些意见 但是那种特别离谱就算了 特别离谱的就是 完全就是很离谱了 哈哈 别加班 别骂甲方 别看你们 决定的决定新奇儿养老 哪有你不办白啊 对啊 上班 请问我们上班了 还有时间直播吗 你想想那个 你想想那个胡大哥 我的妈呀 天天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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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问 gay能讨公务员吗 讨公务员 还不会问你是不是gay 对啊 你知他是公务员这个东西他就是 这样套成绩说话了 我要期待我的横幅呢 不会给你写错字的 你写错字的了 哈哈 拉米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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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摔手机走人 哈哈哈哈 天天加班说的就是我吧 嗯 我那个做什么行业 他就是做互联网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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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忙 他幕后嘛 他是幕后 我们这种属于目前吗 还是幕后吗 嗯 嗯 这个 是的 他做的类似于编导这种感觉了 类似于编导 gay难道还要写在互联网上吗 对啊 婚配 gay 拉米老师 拉米老师 直接 直接气死了 我给gay学生考试互务员 这怎么可能 他这 如果这都不行的话 这就是公然歧视 对 这就等于是 我跟你说这个歧视是不能放到台面上 好了 别说了 不要说太敏感了 公然的肯定就会引起众怒了 是的 公然是这个 会是这个样子的 反正我们就是还好 就是 只要我们两个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远大的理想 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也没有什么远大的 那种 从15岁喜欢上我 马上就18岁了 我的天哪 你这么一说 我有点崩溃啊 你这么说 我有点崩溃 有点像那种去参加节目 有个人跟我说 我是从小看你节目长大的 啊 崩溃了 你不许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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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说出来 我也觉得有点崩溃了 你不许这么说 你可以说 你可以说我看你们的时候还未成年 我现在马上成年了 不允许说的那么具体 好吓人 也没有吧 我的个痘 没有吧 不会以后 等我们以后就是年纪大直播的时候 有个人突然说 哇我从小看你直播长大的 我现在孩子都会跑了 还真有可能 天哪 如果刚开始就是 刚开始看我们直播的时候生了宝宝 现在孩子真的会跑了 看到我们40岁 看到我们40岁 从刚开始直播 不是对啊 我说我们刚开始直播 他在看我们直播的话 现在孩子真的会跑了 如果正好是那个时候生了宝宝 现在两岁多了快三岁了 怎么不会跑呢 真的有这个可能的 有事吗 我孩子就是从不会走路到可以跑 可以跑了是吧 啊 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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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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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真怪 真聪明 是是是 以后以后什么 我酸奶老师就是 酸奶老师就是 啊 小酸奶都出来了 哦对哦 啊 啊 啊 大学上毕业了 哎真的好快 我感觉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莉莉在目 是啊 天哪 天哪 以后以后我们直播的时候 有时候吗 啊 当年我妈妈生我的时候 特别爱看直播 现在我也成年了 现在我也成年了 想跟你们说一句谢谢 可以把我喝多点 我有点想我有点事 所以我说啊 就是有时候 就是有时候 你说我们直播吧 说是我们直播 有时候给大家分享生活 有时候我们也就是说 也有一定程度的 在了解我们粉丝的生活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我说实话 因为人嘛 他就是好奇 就是好奇 就是跟我不同的人 他是 我悦念出无情的腹肌 嗨 嗨 这是 这是玩什么呀 这是跟谁一起玩的这个 跟粉丝一起玩 我们要不打个四人 还是我们单挑 好好好 搞个四人吧 搞个四人吧 可以 好 跟粉丝的小情趣 哈哈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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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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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有点帅 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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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允许 哪里一个呀 这里也是有一个光 是有一个光 不管当年太黑了 我上次就看到这个 他这个会动吗 诚哥你这个会动吗 咱们只有直接我们两个来罚吧 啊 可以 我们来玩 可以可以 嗯 你你这个耳朵会动吗 这个耳朵会动 哦 可以 那你说了之后你跳一个那个 那个 那个 like a cat 那个 ok 我听过这首歌你都能告诉我呀 歌名啊 好好好 好 那你们出了你们双人舞呢 可以吗 可以吧 可以啊 我们一起一秒 可惜没有耳朵 去了 差点 ok 那就这把 就这把 就这把 好的 好的 ok 闭卖了 我们也买这个 哎我上次就想买的 我上次看到微微带我去想买的 忘记了 老师不腿受伤了 他脚受伤了 我我倒是受伤 但是我可以走租啊 我脚身 我胖而已啊 我只是要有个泡 我不是断了 我的腿 我的腿就是他还 他还就是他很那个 他还健在 他还健在 我的腿还健在 我可以站起来的 我可以站起来的 对对对对 我的腿还还可以 还可以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 我只是说 下属人了 我以为什么 骨折了 你们这样子 骨折了 你们这样子骨折了 不会直播了 你这样子搞我 我心里有点慌 好像 没有没有 这是九卓 这是九卓 有点 有点那个叫什么 有点那个 有点那个就是走路的时候 以为断了 也没有那么严重 对 走路的时候轻轻的 就轻轻的 对 轻轻的 对对对 只是轻轻的走路 不会踩破吗 不会不会 暂时是不会的 暂时不会的 假如起了个泡 就跟你干什么 结果你就是在外面走路走太久了 洗了个泡 对 不是左座 是左座 不是左座 左座 左座 不是左座 不是左座 左座 坚强的男孩 我是一个坚强的男孩的 我真是 我非常坚强 我非常坚强的 我是一个坚强的男孩的 我对啊 今天去健身了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老天 今天到底是 今天是谁要去健身的 他要去健身的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吓了我一大跳 我直接从这个 我直接从这个 我跳到那个40多楼去了 妈呀 吓了我一大跳 感谢豌豆老师 感谢豌豆老师的 节铃星球 感谢 感谢豌豆老师 然后你吓了我一大跳 玩的老师 我去了玩的老师 我不知道啊 他跟我说 他说 他说 嗯 老婆 嗯 我们这个出去下 出去出去 我们出去见个身吗 我说 我直接从这里跳到那个太平洋去了 你知道吧 我都不需要坐飞机 感谢大脸老师的 月下瀑布 感谢大脸老师的月下瀑布 感谢大脸老师 我说你好 我说你好 你说什么 没有这个是因为我们今天去健身的时候穿了 他才说晚上就是这样子 我说算了就不换了 是吧 反正正好今天健身了 就干脆这样穿着播了算了 对了 然后他就是干什么 他就我说 我说真的吗 我说真的 你说要健松吗 你说要健松 他说嗯 我想健松了 我立马穿上衣服就陪他去了 而且是机会不多呀 是机会不多的 感谢我们阿脸老师的决灵心球 感谢阿脸老师 不愧是这个叫什么 是陋极的特效 感谢来脸老师的幸福啊 感谢来脸老师 是吧 难夺 真的很难夺 真的很难夺 他是这个我跟你说 你没发现吗 那些idol 出道过了很 过了之后 过了过了过了 过了一两年之后 都喜欢去健健身 为什么 我知道你们 女孩子可能有点不理解 为什么那些男爱的都要去健身 健身粗脖子 健身会减少她的那个少年感 为什么 因为有男人的这个 就那个 魅力觉醒了 她就是觉得自己 需要撞一下 荷尔蒙大爆发 对 荷尔蒙大爆发 因为她有时候 比如说她去 她去看别人 就是看别人 在后台 看到那个比如说 Monster X那种 还有那个是2PM 那种 你知道吧 野兽男团那种身材 你看 那我这么瘦 我 以为是想谈恋爱了 我也想这个人 我也想健身 我也想健身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真是这个样子的 她就是这个样子 她就是 她有时候照镜子 哎呀老婆 看着不得劲 我怎么这么瘦啊老婆 太瘦了 老婆哎呀 哎不得劲老婆 主要是最近真的瘦了好多 哎老婆不得劲 看太瘦了 那就是希望自己 我们看起来就是强大一点 壮一点 我们哪个位置都练啊 健身不可能只练一个位置的 谢谢草莓老师 感谢草莓老师的草莓大鸡 感谢草莓老师 健身就是每个位置都练 是吧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有一种 有一种男孩子长大在过度为 男人这种感觉 嗯 我只是这样子说 不一定大家都是这样子想 像我就是博 而且就是看每个人的想法 像我 我就不喜欢 就是说我的那个 我健的太壮 我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那种 薄薄的 但是有线条的 嗯嗯嗯 这种感觉 嗯 对吧 是不是 就是 那我应该要练成那种是吧 那种 牛蛙 薄薄的 薄薄的 薄薄就可以 就是有线条就可以 对 金状就可以 你不行的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这个你不行的是你不能 还是你不能 啊 你不可以一直溜啊 好好好 不可以的 好吧 对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有那种 有一点美感就可以了 又不是去参加比赛 对不对 怎么可以不粗脖子 肌肉结尼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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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发力不对就会粗脖子 是真的会粗脖子 但其实是难免的 谢谢科科科老师的 花花 因为我觉得 再科科老师啊 有可能是 如果他脖子 粗的特别明显 有可能是脖子太短了 哎别说 谢谢 紧致瓜老师的 呃 两个小脸 因为因为你健身 你其实难免会用到这个地方 哦 是斜方肌啊 这个地方 嗯 很难免的 感谢我们 ORANGE老师的 ORANGE飞鸟 感谢ORANGE老师 当然要练腿啦 当然要练腿啦 练腿他并不是说你练腿 就只有腿才会有用 练腿他是全身的 是啦 这是吴老师教我的 男人就要练腿 对 发腮 发腮是这儿是吧 发腮是这儿 他们说是因为 是年纪大了吧 不是 他们说发财是因为你做表情 啊 就是你搞那种很重的你就会 然后你就脸上的肌肉会越来越多 那你很爱做表情哎 啊 珍珠吧 很爱做表情 啊 珍珠吧 因为我是那种不喜欢做表情的人 我一般都是再痛 我也是硬扛 我会咬牙 但吴老师不是 他会 他会犯 你会表情 我第一次跟你去见识的时候就发现了 怪不得我法律师了 这五七老师就知道识识笑了 我以为是我爱笑的 我第一次跟你去见识我就看出来了 是吧 嗯 我是这么重吗 我这么重 为什么不做轻一点的 哈哈哈 你真的 做假 做点 感觉很痛楚 哈哈哈 吃瓜吃到自己身上了 感谢压魂之老师的 热气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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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怪不得我脸越来越远 感谢陈诺医生 越来越远 咬牙也挺危险 咬牙是因为会干什么 会就是长那个叫什么鸡 就是什么鸡 疯狂呼吸就好了 这个叫什么鸡 呃咬牙鸡 咬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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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牙是咬的 就跟吃冰榔似的 咬鸡就越来越大 咬鸡就越来越大 但是你会面摊呢 咬鸡就会面摊 当然了 为什么 他就会笑不出来 我朋友答的 感谢 对啊 忘了 哈哈哈 谢谢我们鸭鸣老师的 大火箭 感谢 我们奥运吉老师的大火箭 大火箭 大火箭 感谢 白鹏老师的 两只小鸟 感谢唱歌播音老师的 艾雷 感谢这个单子散布地老师 感谢各位 妈呀 好会投 点哪儿了 就是就是互动投票 才点这个中间 我们点哪儿啊 点圈 点左下角 新人主播 感谢奥运吉老师 谢谢鸭鸣老师 感谢弯豆的老师 感谢大利老师 感谢草莓老师 感谢微信的可罗 感谢影之光 感谢武器的王追追 感谢Breadful 感谢CookCook 谢谢朋友 OK我来了 你来了 好 好 啦 啦 啊 啦 啦 双啦 啦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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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一個小偷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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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頭髮是暗暗暗暗暗 夢珠寧冠都有 它躲在乎 你把胖往往下 冬月 축利益 你把我保住 你把我保住 你把胖往往下 你把胖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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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有人对蜜蜂蠢有心存歹念啊? 这个颜色蛮适合你的,它可能会和你的头发容易提 这个颜色蛮适合你的,它可能会和你的头发容易提 它这个颜色的熊猫叫什么来着? 熊二 不是,有一只熊猫在退仔 熊大 它很火 很像,七仔 妈跟七仔一样一样的 别蹭啦,别蹭啦 七仔也敢蹭 退仔啦 退仔熊猫 是不是啊?七仔 是啦 啊,是吗? 像谁八仔 寶仔饭 像寶仔 寶仔 寶仔饭 还可以啦 还可以吧 我不像寶仔饭吧 这不是寶仔饭吧 你是寶仔饭 好,你是寶仔饭 寶仔饭 好好好 好好好 真的说得很搞笑呢 寶仔就寶仔吧 寶仔就寶仔 寶仔也挺好的 寶仔饭也挺好的 寶仔饭也挺好的 出爪巾可以放下了 不行 我把我带出爪巾像王菲 像王菲老师 功夫 寶仔饭 先负詞 为什么 不是,他是真的带手套唱歌 对啊 唱什么 小叶酒吧 小叶酒吧 呵呵 行行好ok 我也推个摸吧 问吧 嗯 你好那个文菲老师这个 嗯 这边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最近有什么烦恼吧 啊 太火了 太红了 相遇就罢 对不起王菲老师我不喜欢你这个 反正多早的时候不太好省 你是你在天边 你是你在眼前 你把灯都唱西了 不好意思 怎么说话的 搞笑 不好意思啊 都是假的 就觉得现在太难看了 鸭皮老师 别说谨言慎行呐 谨言慎行呐 谨言慎行呐 谨慎行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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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觉得吧 你做什么的话 就应该去什么样的地方 就很难评 神答应了 就很难评 我不对他做出评价吧 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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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我 你好你好 蓝一老师 要这样很忙 很忙 好你在 你好你好蓝一老师 这边这边回答 先我再听 你今天来参加这个评委的话 你有什么意见的 你觉得其他的评委你认识吗 不是你不是这么问 你说你对于 你对于那个张老师来参加 参加这个当评委 你有什么看法吗 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可能是起到一个造型上的作用吧 这是可以说的吗 我祝他成功吧 祝他成功吧 哎 那个小孩儿 哈哈哈哈 怎么不张嘴小孩儿 唱歌 旁边 我是那个 吴老师 吴老师 我是吴老师 我祝他成功吧 白了谁 好了别忘了 哎呀 我是吴老师 吓死人了 我是吴老师 我是小吴 好 哈哈哈 发发微信跟他说一下 好好好 我等会跟他说一下 这简直是危言耸天啊 我等会跟那个 跟他说一下 我有他的微信啊 嗯 嗯 我有他的微信 又爱言 哈哈哈 真的很害怕呀 又怕又爱言 我可以给大家模仿一下那个 Celine Devon Celine Devon 唱茉莉花 好一桌美 对不起 对不起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神经病 哈哈哈哈哈哈 谁唱 Celine Devon Celine Devon Celine Devon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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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蹭越大牌 老铁 马看到什么 指轮决定 越蹭越大牌 越蹭越大牌 哎呀 不要再说了 等一下先把那个想起来了 我想唱首歌停 你想起来 啊唱首歌停 唱首歌停 干嘛 干嘛 我们有心灵感应 你应该信到我 你知道我自己想的什么吧 你要让我唱首歌 你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东西吧 让我唱歌 我搜一下 默契的时候到了 默契的时候到了 唱首歌停啊 什么 音乐来了 上场 那我唱 那我唱 请问呢 你在干什么 啊 你在干什么 我知道是什么 我的背词啊 我知道 我的背词 我知道 我的背词 好了不要在背词呢 我看 我的背词对吗 我知道 哈哈哈哈 别人在看到我 哎 不相信我呢 我已经提前 得到了 节目组 控制 我的嘴 你看 接着跟着我 哎 我的小蜜蜂呢 香肥 站着个皇冠 帮着我的皇冠 一个 reaching 很好 我带着大人 今天,我带着你 大家 大家,早上好 大家晚上会 今天 我们又相聚在一堂 诶,主持人 我给你变个魔术吧 我不看 你看,你看我的手 你看现在,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你检查一下 数三二一 一二三 吹一口气 今天 今天 我们相聚在这个 快乐的地方 在这个 快乐的日子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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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迎来两位 登上 洁林心球的 洁宁新球的 洁宏人 我是主卡 我是主卡 我是王菲 你最好是给我注意一点 我是纳鹰 我是线天风 好 接下来 在这个美丽的日子里 美丽的日子里 我们即将赢了两位登上结尼星球的老师 他们俩会是谁呢 他们俩会是谁呢 听说其中有一位非常的大牌 非常的大牌 非常的大牌 是这个持有巨款 买得起LV 买得起Pochi 是我们第一期节目的赞助商 买得起Blasiaga 为什么它有这么多的米呢 买得起 买得起Blasiaga 对 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多的米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地主 地主 哦 哦哦哦 这个秘密其实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 是吗 但是我就是要说 但我心里没有知道了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就是要说 因为它有地 地主 恭喜这位地主 单的十亩地老师 单的十五亩地老师 单的百亩地老师 单的千亩地老师 天哪 拥有一个神 哇哦 还有一位 这一位大友来头 我知道 他是咱们这个 咱们现在年轻人 非常喜欢的一个 餐厅的投资人 餐厅投资人 快餐店 做美食的 做美食的 对 懂得做什么叫做美食的 是 他的名字也非常地朗朗上科 朗朗上科 朗朗上科 对 对 好 他就是 他就说 是谁 他是做动漫的 他们家还有做动漫的企业 还有做那个 就是 连锁 连锁快餐动漫旗舰店 他们的 口号就是 对 就是这样子 恭喜两位老师 恭喜 这个音乐怎么暧昧起来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两位老师 因为他们来比较暧昧的 主持人比较暧昧啊 好吧 因为主持人比较暧昧 好幸福登上吉利新球 必满试试 来吧 专业 你专业戴个什么呢 能够账呢 你是这款吗 这款是我们新到的 吉利新球大奖牌 全球限量 我为你整个渠道了两个 为你们遥远 诶 里面怎么有个小男孩 戴着头盔呀 五毛 你 哪呢 我要 十六级东海 它不是最贵 但最珍贵 你最珍贵 唯一的宇宙之心 胜尾结了 等待了 恭喜二位 恭喜二位 祝鸦鸦的宝贝 幸福 祝鸦鸦的宝贝 幸福杰林 永远热恋 鸦鸦宝贝幸福 杰林永远热恋 期待见证你们 最幸福的婚礼时刻 当然会的啦 我宣誓 你需要加入 双分队员吗 不好意思 最后表达一下对米狼牙们的心 哎呀 那我们走吧 你们队是正人广 那我们走吧 走了 说了说了 昨天怎么回事了 米狼牙永远最长情的 最长情最团结 最有爱 好高的评价 打了说的是实话了 好吧 先先听一下吧 先先听一下吧 我 先听一下吧 我先听一下吧 - 感谢我们专的专目的老师- 专目的 - 感谢专目的老师的减零心跳 - 开个下面 - 下面有请连锁快餐品牌的老板 - 对杯子除了想学进学班长最紧张的 - 打错字了啊 - 确实蛮紧张的 - 确实蛮紧张 - 这杯子 - 我刚才还说哪有杯子 - 哪有杯子 - 哦 - 是我的这杯子 - 就是杰林心球的颁奖 - 宝断剧 - 这一杯子最紧张的除了小学选选班长 - 就是杰林心球的颁奖了 - 吉利超群 - 像有一天能云喝回归喜酒 - 喝红酒啊 - 知道了 - 还是很有那个叫什么的 - 其实是喝白的 - 很有格调啊 - 喝的红酒 - 云培一杯 - 来吧 - 白的吧 - 没被牛栏山 - 给我交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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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拍这个了 - 就拍这个了 - 这不是啊 - 真的了 - 真的了 - 到时候要直播 - 哎呀好一下嘛 -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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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嘛 - 啊 - 我大80岁 - 我已经努力20几 - 行 - 行 - 行 - 啊 - 高兴 - 高兴 - 巴辣登登登 - drot - 开囚秀门 - 巴辣登登登登 老师的哲铃石桥 主播今天还好吧 还好吧 别抹屁股神经 别抹屁股神经 这是干什么 变得不哑 这是什么 拉护灯去了 有个像可以 看不到啊 这句怎么 现在就是可以了吗 现在咬咬日黑心 感谢莫菲亚老师 诶 抓我了什么 听一下嘴巴 听一下嘴巴了 我主不大好人 当然了当然了 来嘛来嘛 听一下嘛 哈 嗯 没到呢 恭喜 一巴黎少女答答 感谢巴黎德德老师的热气球 你不会就是在直播里面问我英语吧 问我英语吧穿什么码的了 买高的 亲眼见过 你无气凌高 谁说的 不是巴达吧 巴达你是 巴达 妈呀 妈呀 不好意思 知道了 妈呀 你是巴达雷 知道了 起这个名字 好高 原来是舞蹈天才 天哪 那这不是 就是大家看上 看了你都会很爱你 是啦 一个人拉高了 平均升高 一说完 全文上来了 比我高 我一米九五 怎么可能会比我高 行 好吧 没什么事 好啦别在这球啦 分你一点分他一点 没什么事 我以为九五哎 就是 没关系 分他一点吧 这身高差不就来了吗 是不是 身高差不就来了吗 哎真的高 我的妈呀 因为我说实话 女生他真的就是因为他比例很 就是女生的比例 我觉得天生就比男生好 是的 女生的比例就是天生就比男生好 所以显高 他同样和男生同样高的 女生看起来就是高挑一些 是的 是吧 有时候男生一米八看起来 也就那样吧 很高 宝宝很高 但是 女孩子真的是 比例真的会很好 就是他一米八看起来就可能 还有更高一些 真的是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很羡慕啊 就腿长嘛 因为就是女孩子的腿 都比男孩子要长一些 就同样的身高底下来说 很羡慕 好意思 那条高的 体育生 妈呀 妈还是体育生 全职锅间的表 都吻了上来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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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谍buff 哈哈哈 下手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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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玉生我喜欢 你 你又喜欢上了 你又喜欢上了 谁问你了 不许喜欢 我们不支持米老爷之间就是 只有恋爱 妈呀 比 八幅点满了 妈呀 妈 姐姐贴 谁给你贴 我的老天爷 谁要你贴了 我的老天爷 我一七零够了 一七零一 一七零一 一七零一很高 一七零一很高了 一七零一很高了 很高了 真的很高了 哈哈哈哈哈哈 老天一米六也很高 一五也很高 我高中有个同学 他是学模特儿 学浮表的 嗯 他一米八 一个女生 嗯 他出去就是考表演的时候 他跟人说一米七五 对啊 但他站在我旁边只比我安一点一点 老师就骂了 就说他 就说你确定你 一米七五吗 很厉害的啊 我一米六八 一米六八也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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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的都数 我的天哪 你们对小土豆的定义 到底是什么 批成心找题 谁问你批成不成心找题了 别在这里发了 别发疯了 神经了 一米六六也很高了 老天 妈爷子 你们对小土豆的定义 到底是啥呀 张元音也只说自己一米七啊 是吧 妈张元音真是个巨人 张元音是真巨人 张元音那个团里面都是巨人 除了那个秋天姐 全都超过一米七了 秋秋姐是 是因为在他们团 所以显得爱 对 秋秋姐 除了秋秋姐没有超过一米七 不好意思 秋秋姐上身了 现在我就是 女孩子越来越高 特别是那种韩韩国的爱都 女孩子越来越高 男爱都越来越 也没有啊 也没有吧 个别 个别啊 都越来越高 现在孩子吃营养都好 都跟得上 三鸡看过呀 四鸡看过呀 哎 我怎么没有这个叫什么 我没说话 我说是我 秋秋秋姐比你高10公分 是啦 秋秋姐高 哈哈 她要是不是下波了 明天要早前呢 哎 我怎么没事儿了 宝宝 有了有了 给她唱首歌吧 别管了 早起干嘛开会 哎 你毕竟是大老板 你毕竟是大老板 爱着你 我以为我 早想清楚 不有自主 恍惚呼呼 又走回头 Hoe 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 爱情好像流伤 我不挣扎 随它去吧 我不害怕 爱情好像流伤 我你的牵挂 不愿放下 oh baby 让我这样吧 这么高满度的歌 我唱不会差老公 哎呀 别这样一下试试 你总唱这么好听 我会唱的 如果而已 也不是真的 不会想你 全都不是真的 是凭自己 其实还爱你 爱着你 我以为我早想清楚 不由自如 惶惶惶惶忽 又走回头路 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 爱情好像流伤 爱情好像流伤 我不说话 等待黑暗泪能落下 爱情好像流伤 明知该多大 无法自拔 唯唯唯是我太傻 我一口吸的煤气上来 一口吸都没气上来 我刚刚正在呼气的老铁 他呼气的脸上了 我刚刚正在 我刚刚正在 一口吸一口吸 一口气都没气上来 我刚刚 一口吸一口气 一口气 我刚刚正在 呼一半的 他对 嗨 情 极 明老师 岛屿老师 但是也没有办法 像我这种 就是专业的歌手的话 在任何的情况下 我都是能就是说 能很好的处理 完美的处理这个问题的 所以就算是在我呼气 过到一半的情况下 我也能就是把它贴上 对哦 我正好有个问题 啊 我有个问题 啊 一口吸是什么意思呀 一口 一口吸都没气上来 一口吸都没气上来 对一口吸都没气上来 呃 呃 不记得了 联名带姓 行 一会唱 唱啊 我会唱联名带姓的 你以为我不会唱吗 我以为你不会唱的 我一个这么高手 这么高手 晚安 Orangy老师 晚安 高高手 高高手 我联唱谁的名 我带上谁的姓 哎呦 Rap我 Rap不起来 这么包装 简直太难受了 哈哈 还有 鼓�你说的 是 当然 虽然念念不忘 太不成头 早放生彼此好好过 都躲起 你怎么想表本出 在我心里头 后来的那几个 又没做错什么 他门口中自私的我 早就丟欠时间的错 扶着贴上你的爱 也很精彩的你 不敢寂寞 这圈子不太大 多少听说 欣赏你流浪 想失踪信仰 我真这么想 再被你提起 是怜悯担心 谎诚是友谊 却说远的可以 多少人爱我 偏放不下你 是公开的秘密 只剩你没拆穿我 在初心几率 终究是不管机 拿来的勇气 我就是不会心 我切爱切走 其实在等你 是尽有的默契 你会不会有错过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算不清多少个夸念 也一起过 要是依然念念不忘 太不沉透 早放生彼此好好过 你怎么想标本出在我心里头 后来的那几个 又没做错什么 他门口中自私的我 犯了偷窃世间的错 扶植赞上你的爱 也很精彩的你 不敢寂寞 这圈子不太大 多少听说 欣赏你流浪 像是种信仰 我真这么想 再被你提起 是怜悯耐心 黄真是有意义 却输远的可以 多少人爱我 偏放不下你 是公开的秘密 只剩你没拆穿过 在初心情里 终究是不关心 拿来的勇气 我就是不回心 我且爱且走 其实在等你 是最后的默契 要是我们有错过 就别再回头 我发现现在火的我跟你说 什么等我我看那个弹幕 焰火可以麻爸爸 干嘛 你也太那个了吧 你也太那个了吧 你那首歌你放这样子 不用这么急 不用这么急 其实就可以就是 太那个了 慢慢打 慢慢打 对对对 慢慢打 不要太急了 不要太急了 受不了了 你这个人真是真是特有 不用太急 不用太急 是日出翔本 好好好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就唱一个吧 下属人了 说实话 下属人了 都 最近一首歌 我想要的很简单 你会唱啊 不会啊 你怎么唱出来 接下来呀 其实不用在直播间这么客气了 你刷到我了 在直播间不用这么客气 不用这么客气 你终于刷到我了 点赞了 自带音调 一个心里自雄诗 叫爷爷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 用过一次就可以了 用过一次 不会不好使呢 不慌 我们相识 这是你 对不对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你唱吧 不好意思 抢车 你先吧 好好好 我先 你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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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情让歌 你先 你先 不 我 我们像是笑着 不惑 什么都不说 我说的是真的 我们像是笑着 是梦也快乐 当你穿越爱的历史 向我走来 我在你眼里看尽了相恋的年代 曾经的黑白 此刻灿烂 于是你不停散落 我不停失火 我们在遥远的路上 我们在遥远的路上白天黑夜 为彼此是烟火 如果你在前方回头 而我一回头 我们就错过 很久以前 人们都许诺 许诺 要是什么 可以不说 不惑 我们像是笑着 不惑 什么都不说 不说的是真的 我们像是笑着 是梦也快乐 当你原谅所有遗憾 向我依赖 我在你怀里 想起了最初的感慨 第一次等待 此刻还在 于是你不停散落 我不停失火 我们在彼此遥远的路上 我一回头 我们就错过 于是你不断地爱我 我能如何变如何 在遥远的路上 即使尘埃 看清夜烟火 我等于 我回头 而我不回头 你要不要我 你要不要我 我要你 好好好 要要你 我要你 我要我要 我们来队唱 对 没戴手套 发挥不好 吓死人了 舞台一句 想吃呢 快点对视了 对视了 我再看你 不行 干着我 干着我呀 干着我呀 宝宝 宝宝 你对视 不过 我们像是笑着 不过 什么都不说 不说的是真的 我们像是笑着 有梦也快乐 有诗吗 请问 很适合呀 很适合这首歌嘛 很棒了 对呀 像是笑着 有梦也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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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看有人点 我会 不好意思 只能说一句不好意思了 我看走了 去哪里了 是 我看一看 成cm 去 哎呀,不一定 有点耳熟 你先把这个唱吧 我看一下 你先把这个唱吧 你把这个唱了吧你 你也会唱 哎呀,这个也不是 妈呀,唱不了啊,这个歌 那首歌叫烟火 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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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艳丽的烟 我喵的火 你在等吗 你先别唱 哎,你先别唱,我听一下跳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我听不出来了 等一会儿,听不出来了 等一会儿,听不出来了 等床的烟火 在床的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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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觉到我睡觉到你了 如果说是真的爱我 那我唱还是你唱啊 这位女士 我没说你,我说这位女士 然后再和一下 我唱还是你唱 这位女士 你可以不要再唱了吗 太低了唱不了 我用手机唱 我给他轻唱 就是这么牛 就是这么牛 背爽 请唱 别管了 看幻想中的星星 不再记得了 我听一下 我听一下 我听一下他唱 我听一下 心中的星星 平行与天际 听 你说过的话语 是那么平静 你 能忘 能记得 我的好 也能够忘掉 我迟早 我的心里仍已立 这座城堡 不知为何 我能感受得到 你的 你的不是 不是 你是如何能够 轻易做得到 来了 包吵部分 如果说是真的爱我 那为何还说不出口 一大堆的所以 我脑袋 我脑袋就想 没有伴奏吗 九张鸡是怎么唱的来着 郑鑫瑶的呀 郑鑫瑶的呀 郑鑫瑶 郑鑫瑶 不是他 这是骗子 他是骗子 他是骗子 哦 之前听到新作了 对可能是新作了 这个版本是全新版本 郑鑫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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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记得我会唱的呀 可能是这个音乐不对吧 我想 可能不是这首歌呢 啊这个我会 我愿化作黄的天涯 哪里 最会这一句 算了吧 怎么点一些字 我让人唱不了 等他学一下吧 我要唱一首了 怎么怎么回事 不行说暗了吧 明天不是要早起吗 是啦 是啦 最后一首 最后一首 词不达意 词不达意我也会 不达意 烟灵 我认识ہ 不达意 我也会 私 我 我 quar国 无被ует 我怕 你 我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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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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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